你点开这本书 我想你要么是自认为有点社交恐惧 想要了解一些自我调适的方法 要么的就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 不管是哪一种 这都说明你应该是一个比较注重生活的人 对吧 有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放慢生活的速度 去换一个角度审视自己 了解自己 在经历风雨的人生历程中 好好地关爱自己 身体上和心理上的 这本社交恐惧是一位英国作家 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下的 从发现他自己的社交恐惧 到正确认识社交恐惧 最后他不断学习练习各种方法 终于得以恢复的立场 我们的人生难免会经历一些波折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特别之处 我们用尽全力去成长 最终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也许你的社交恐惧的症状并不像作者那么强烈 亦或是你偶尔才会遇到一些情绪问题 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很多方法和建议 其实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多的帮助 好了 我是平哥 我们就来一起读一读这本 社交恐惧吧 记得在音频下方点赞 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第二集 射恐 逃离过去有用吗 来吧 你可以的 振作一点 你已经练了一个晚上了 一定没有问题的 他们怎么还没来 这房间太小了 哦天哪 又是这样 我心跳得好快啊 胸绷得好紧 我手怎么抬不起来了 说不出话了 快晕倒了 我又要出阳相了 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面试开始前的几分钟 我落跑了 那是一份我十分想要的工作 我的恐慌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这种状况叫做恐慌 她又发作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恐慌 我用落跑来形容自己的离开 是因为我真的几近崩溃了 面对十分不解的人力资源部的女士 我大声嚷道 我感染的懦弱病毒需要马上离开 这是我濒临崩溃的大脑所能想出的 最妥贴的理由了 而且 我觉得自己平时不太使用 立即这种副词 似乎在危机情况下 我的谈吐会自动进入失控的状态 这次的临阵脱逃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早就知道 在我走进面试的房间之前 事情一定会出岔子 早上起床的时候 乘车前往面试地点的时候 喝咖啡的时候 我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份不安 但我始终心存侥幸 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 或者说 我不愿意相信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 我的情绪很混乱 我沉浸在歇斯底里 情感爆发和持续的恐慌之中 没有办法理性地思考 我到底怎么了 我14岁的时候认识了社交恐惧这个词 但是我认为 我在很小时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焦虑 小时候 我害怕参加大型家庭聚会 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和奶奶在厨房里待着 她喝着红酒 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一边给我讲着故事 老实说 直到现在家庭聚会的时候 我还是和奶奶待在厨房里 唯一不同的是 我也能喝上几口了 中学时代 我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 每当有人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都会满脸通红 我不仅要尽量地避免和周围的同学互动 还得担心在课堂上被问到问题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烟雾报警器一样 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被触发 在英语课上 全班要一起朗读麦克白 每个人都必须大声朗读一段 如果你认为这种课堂活动 能够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那么你就错了 对我而言 这是一种折磨 我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我 因为大家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 依次朗读 这使得我整个上半节课 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太害怕了 当轮到我站起来朗读的时候 尽管书上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我却只能磕磕绊绊地 勉强读出声来 当我用最快的速度 憋脚地念出一个个单词的时候 我感觉教室里一片沉默 这种沉默甚至压迫着我的耳骨 我很痛苦 我确信大家都在嘲笑我 于是 直到今天 我也不知道麦克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而在法语班上和老师一起练习对话 则是另一个所谓的美好的回忆 老师会随机选择一名学生到教室前 展示其法语对话的水平 为什么老师总是认为这类活动很有趣呢 其实很没有意思 大多数青少年都觉得此类活动很尴尬 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而少部分则感觉到痛苦 这是最糟的情况 对我而言 这个活动最痛苦的部分 莫过于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选中 当老师扫视房间选人的时候 我就会贬住呼吸 身体紧绷 脑子里不断涌现 如果他选择我 我会死之类的想法 有次我被选中了 我几乎说不出自己的名字 我吓坏了 我意识到所有的同学都注视着我 我的声音在颤抖 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轻松地完成这些任务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 我明白自己在情绪方面有些问题 于是我做了一件 每个理智的少年都会做的事情 选择忽略这些问题 至少忽略问题是我能够做到的事 难道不是吗 我认为 处理焦虑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 尽可能别让他控制我的生活 尽管这很艰难 但是我还是尽量地克服他的阻碍 努力地交朋友 考试上大学 取得学位 找到工作 但在整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折磨 在大学时期 我认为酒精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之后的日子里 酒精也在继续起着作用 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很快意识到拥有一家拐角书店 并不像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玩游戏那么有趣 我热爱书 这种热爱吸引我投身出版业 我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地工作 坦率地说 一个非伦敦籍的工人阶级女孩很难在出版业或者是相关的媒体找到工作 在这一行业 工作经验很重要 但是当你住在距离伦敦300英里之外的郊区 你根本找不到实习单位 因此我继续深造 成了出版学硕士 并且获得了一家著名出版社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机会 离开家这么长时间有些令我忐忑 但是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 在实习期间 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里 每天都会碰上那些刻要的背包客 和奔放的不穿衣服的德国女孩 小旅馆是一个寒冷而又肮脏的地方 可我支付不起酒店的费用啊 总之 那几个星期 我哭了好几场 不过 那次实习很成功 之前的苦熬并没有白费 我很喜欢这份充满激情的工作 我认定了出版业是我想要从事的行业 几个月后 当我或知自己被这家出版社 录取为正式员工的时候 内心既欢喜又忐忑 三月的一个晴天 我从家乡博尔顿搬到了伦敦 我在伦敦有朋友吗 没有 我之前在伦敦常住过吗 没有 我愿意离开安全巢穴 和两个陌生人合租一套房子 还要每月付680英镑吗 完全不愿意 我在这里就不吐槽伦敦的房价和物价了 说真的 背景离乡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当时大家都在赞扬我的勇敢和无畏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具有那些品格 为什么 很简单 我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大堆事情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 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了 所以我干脆什么都不想 就像一条毫无思想的鱼拼命在大海里游泳 刚开始一切都还好 室友们很好相处 我最终弄清楚了如何乘坐地铁 或每天上班都路过一家星巴克 就像生活在电影中一样 对于一个小镇女孩来说 这种生活已经足够酷了 甚至在六周之后 我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 一个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的人 我也没有让他了解我过去的打算 我仿佛生活在了梦中 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 都已经被我远远地抛在过去 我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了吗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三集 射恐都能打败 你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 在伦敦生活了六个月之后 我发现自己也有了一些变化 五个工作日中 有四天我会易怒 不开心 昏昏欲睡 我所在的部门有好几位强颜 且控制于强的人物 这是我紧张不安 想要获得注意 就要具备外向性的性格 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这和害羞又不太一样 我必须参加很多宣传活动 他们就像家庭聚会那样令我万尔却步 而且没有奶奶可以救我 相反 我还要独自一人面对闪光灯和陌生的面孔 慢慢地 我开始沉迷于了解别人对我的看法 以及表现自己 我不想在意这些 但是我根本就停不下来 我甚至仔细研究了 我应该怎么样在走廊走路 这些在意已经成了一种恐惧 我应该朝别人微笑吗 我应该看着地板吗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当别人真的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怎么面不经乱了 坐电梯是另外一个难题 我简直无法忍受在电梯里 与同事生硬的搭话 所以我宁可选择每天爬七层楼梯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锻炼方式 每次我都是大汗淋漓 员工的茶歇处也是一个雷区 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在那里碰上谁 如果你和他无话可说怎么办的 所以 再一次的 我选择了避开 于是 我在生活中需要避开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 我的身体也渐渐出现了症状 脸红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失眠 有时候 入睡几个小时后我会突然地惊醒 浑身是汗 喘不上气来 最糟糕的症状是颤抖 我的双手会时不时地颤抖一阵子 这种颤抖十分频繁 我十分害怕避文件的时候会被同事看出来 终于 我崩溃哭泣 我问自己是否开心 为什么不能像刚开始那样专注的工作 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哪怕只有一次 这个时候 我有和任何人沟通过自己的痛苦吗 当然没有 因为我是实现了梦想的女孩 如果我承认自己正在苦苦地挣扎 我会为自己感到羞耻 最好还是继续地假装顺风顺水 回顾过去 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想法 将我一步步推向了最后的恐慌 由于长期与焦虑斗争 我身心俱疲 十年之后 我终于把自己折磨崩溃了 在这次面试事件中 我第一次经历了精神崩溃 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术语 我停止了一个月 因为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 我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停职时 我很痛苦 但是我渐渐地认识到了 休假是一件好事 我确实需要时间来治愈自己 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努力地解决和隐藏我的问题 但是现在 这个问题被最简单的英文单词 清楚地写在我的医生的记录里 急性社交恐惧症 又名 社交焦虑障碍 在某种程度上 我卸下了心头的大石头 因为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终于有了一个官方的名字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很害怕 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我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 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失去 一直以来努力获得的一切了 更糟糕的是 我将会失去我的男友 Dan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好吧 我会说实话 有一阵子真的很糟糕 你确实没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长达十年的问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的这个问题 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然而 最重要的是 我后来确实康复了 那个之前 只要与人交谈 就会颤抖和脸红的女孩 现在可以在数百人面前 演讲了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仍然不会觉得 在众人面前演讲 是一种享受 但起码我可以自信地去面对了 这很不可思议对吧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都是真的 这不是什么邪教的宣传方式 我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心情工作 对自己的人生坚持不懈 这一切是我轻而易举做到的吗 并不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不是总想放弃呢 的确是 但是 我成功了 我的第一条忠告非常重要 就是你需要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 你有心理问题 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 你就不可能康复 这是唯一的方法 接受吧 在这条通往康复的崎岖小路上 我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技巧和诀窍 我认为它们真正帮助了我 我希望在本书中 与你分享这些 技巧和诀窍 讲述我的个人经历 在这里 我需要为稍后赘述我的经历道歉 你可以忽略过这些经历 去看更有用的信息 我推荐的方法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用 我不太推崇 一百英镑一节的课程 或者必须要你 出声朗读的那些活动 我尝试过一次 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一样 我从2014年开始写博客 博客的名字是 在这里 我们都是疯子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 爱里斯梦游仙境当中的一句话 我们都是疯子 我是疯子 你也是疯子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所有最优秀的人都这样 这里我想说明 我既不是医生 也不是心理学家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但我有着丰富的 与焦虑和恐惧相处的经验 我希望以一种真实 直接的方式 分享我所学到的东西 我会用最简单 通俗的语言解释 每个相关的医学术语 社交恐惧症是绝对可以治愈的 你无需感到羞愧 更不要觉得孤独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希望当你合上这本书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自己的问题 并相信自己的状况 会且一定会变得更好 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好吧 我的写作风格不是很学者范儿 而且我会十分频繁地使用 我发誓这类表达 希望你能够接受 各位听众 本集播就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稍后继续 第四季 别道听途说 社恐有科学的定义 虽然有研究表明 焦虑和很多其他的病症一样 是会遗传的 但是我认为 把责任归咎于家庭成员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连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 都不清楚的人 要如何康复呢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如果这一逻辑 适用于生理健康的范畴 那么精神健康 又有何不同呢 无论何种病症 只要找出其根源所在 便可以消除恐惧和困惑 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感觉呢 这一问题值得认真地解答 如果感到背部疼痛 你一定希望搞清楚 引起疼痛的原因 对吧 这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只要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就好了 关于社交恐惧 诸如此类的回答实在是 无法令人满意 为了回答这个关于焦虑的问题 我将对人类大脑的构成 及其工作原理稍作解释 这是本书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章 不过 如果你可以坚持下去 我保证 你会对心理健康 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瀕临崩溃的时候 我会立刻对自己提出以下问题 什么是社交恐惧症 为什么社交恐惧症会发生在我身上 如何才能摆脱社交恐惧症呢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花了多少时间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 社交恐惧症这一关键词了 不断地苦苦寻求解答 所以请允许我为大家明确地阐述一下 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呢 医学定义是 与社会环境相关的害怕或者恐惧症 克莱尔的定义是 一想到社交聚会或者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会感到恐惧 你确信自己会出丑 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注意到你 并对你进行评判 亲人再多的肯定与安慰都无济于事 事实上 肯定与安慰往往适得其反 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社交恐惧常见的生理症状包括 脸红 有时候是毫无缘由的 还有颤抖 出汗 恶心 口干 肌肉紧张 口吃或者是口齿不清 眩晕 频频想上厕所 十几岁的时候 只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我就会脸红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老师说 克莱尔 你这周的作业做得很棒呢 我瞬间脸就红成了代表愤怒的 西红柿的颜色 我说 谢谢您 老师看起来很困惑 你还好吗 克莱尔 我脸红到了几乎变成紫色 是的 我很好 老师 我只是有点热 而此刻 我的内心独白是 天哪 我真是太尴尬了 简直尴尬死了 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怪胎呢 每次聚会或者晚上外出前 我都会去很多次洗手间 比正在受训的小狗 尿得还要频繁 个人记录是五分钟一轮 有一次 在等待面试的时候 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环境 我在十分钟内去了三次接待室的洗手间 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 我走到前台对接待员说 别担心 我没吸毒 也不是腹泻 接待员并没有笑 我的冷笑话大家总是不怎么捧场 事实上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我的话使他认定 我是一个疯子 时间久了 在社交场合出现的生理症状甚至比社交本身 更加令我紧张 说起来真是讽刺 比如 哦天哪 我今天有一个会议 我知道我要开始脸红了 自然而然的 我的脸红模式就启动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恶性循环 社交恐惧常见的心理症状还包括 消极的想法 比如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个白痴 是个失败者 是个乏味的人 又或是我这么丑 根本就不会有人觉得我有吸引力 就我个人而言 我会努力让自己相信 别人其实并不想和我说话 他们之所以这样 只是出于同情我 还有就是 担心自己会陷入尴尬的 强烈恐惧感 过度分析过去的经历 甚至达到临床分析的程度 比如说 詹姆斯以前看我的方式很奇怪 我觉得他不喜欢我 或许是我做了什么 惹他生气的事吧 或者 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他们肯定觉得 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你会像四家侦探一样 仔细审视每一个细节 有一次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在脑海里 反复地回放同一段对话 还有就是 过意在意自己的外表 而不是在意当下 自己是否舒适 你会分析自己的所有行为 我过去就常常会 全身扫描式地审视自己 我出汗了吗 我手抖了吗 我看起来很友好 很放松吗 我问的问题对吗 对未来事件做出极端负面的预测 例如 派对将会非常糟糕 我到时候一定会出汗 而且还会被大家看到 我不得不找个借口 火速地离开 冲出去的时候 甚至会撞碎整扇玻璃窗 又或是被双层巴士 卷入车底 你看看 是不是够极端的了 还有就是 自我厌恶和批评 过去我有时真的会在员工洗手间 冲自己大吼大叫 显然 前提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你这个愚蠢的小表子 你就不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吗 多么孤雾人心的话语啊 是不是 或许再配上迎面打来的一拳 会更加的完美 还有就是 没有安全感 觉得丢脸 不开心 简而言之 社交恐惧意味着 你过于在意 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不仅令你深受困扰 还会滋生强烈的恐惧感 生怕别人觉得你 看起来像个白痴 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选中我呢 各位听众 本集播就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五集 社交恐惧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另一个很容易想到 并且极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选中我 有些人会记得触发他们焦虑的某个事件 一个给他们留下深刻伤疤的创伤性事件 而另外一些人 比如说我 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焦虑 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 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是日子过得还不赖 我有一群关系很好的死党 也很幸运地拥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 问题到底出在哪 我也不知道 却好比问 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 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自己的神经系统天生就 过度敏感 并且 这种敏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不断加强 这是我在生活中 更加容易受到伤害 平心而论 我确实一直是一个敏感的小孩 少女 直至成年女性 说到这里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些典型的视力 比如当我发现 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的时候 我简直悲痛欲绝 非常夸张地在床上抱着 枕头嚎啕大哭 就好像是家里有人死掉了一样 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说 这种过激反应 实在是很细精啊 相比之下 我的弟弟就处理得很好 他在某年的圣诞节前 发现爸爸在楼下 推着为他准备的新自行车 当时他表现得非常冷静 若无其事地 回家睡觉去了 当我发现爱尔兰乐团 男孩地带成员 史蒂芬·盖特利是同性恋士 我伤心的无法去上学 不得不请了一天假 虽然当时我只有七岁 但是我知道他是我想要嫁的人 为了逃避朋友的生日会 我曾在一棵树后躲了半个小时 最后还是被他妈妈发现了 真是可恶啊 我曾经因为害怕吸血鬼 而用围巾围着脖子睡觉 长达三个月 当时可还是夏天呢 海底沉舟这部动画片 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 长达 让我算算 到现在为止 整整十五年 兔子才不会这样的 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 我有点跑题了 我的观点是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确定自己 开始受到社交恐惧症困扰的 确切时间 虽然有研究表明 它和很多其他的病症一样 是会遗传的 但是 我认为把责任归咎于家庭成员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是由情感控制的 而不是逻辑和知识 为了从整体上梳理一下 焦虑的发生发展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比如人类之源 大脑进化一类的基础知识 让我们举个传统的例子 想象一个学区的原始人 像漫画中那样 披着蝉腰布 头发蓬松 拎着根棒子 你觉得原始人会整天担心 其他原始人对他的看法吗 睡觉前 他会思考些什么呢 难道他会想 哦天哪 我希望明天 我别在水坑前撞见大夫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敢打赌 他认为我很无聊 我不是历史学家 但是我对以上设想深表怀疑 我觉得原始人可能更关心 剑齿虎 更想知道哪儿去寻找食物 以及怎么样制造火种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简单的原始生活 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美国医师神经科学家保罗 麦克林认为 人脑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 爬虫脑 哺乳脑 和皮质脑 爬虫脑是主干 是主电池 负责控制肢体 哺乳脑是前额叶 主要负责情感和前意识 而皮质脑负责理性思考 麦克林认为 这三种脑依次进化而来 彼此相连 其中大脑皮层是最后形成的 能力也是最为薄弱 人类乐于宣称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正所谓 理智掌控一切 对吧 但实际上 哺乳脑 才是大脑最强的部分 理论上没问题 但这就意味着 我们较早发育的 也较感性的脑控制着 以下的这些生活当中的 核心元素 比如爱 人类是社交动物 我们渴望别人的爱和接受 还有性 就是升值 以及危险 我们不想死 也不想遭受伤害 当以上元素中的任何一个强势 出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感性大脑都会 立即接手 主导我们的思维 而理性 则被抛住于脑后 想一想 你是否曾经给前任发过短信 尽管你特别清楚 这样做不好 编辑短信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错误 但就是停不下来 你是否曾经因为同事间 微不足道的小摩擦 而耿耿于怀 当然 你应该选择遗忘 可你就是无法释怀 因为他在那一次会议上质疑你 让你看起来像个白痴 好 这个贱人 很显然 我并没有释怀 我的意思是 我们总是责怪自己不够理智 我就曾经说过 我脑子不清醒这类话 或者自我怀疑 比如说 为什么我不能正常一点呢 但是 实际上 感性的大脑 才是思维的主导 所以责备自己毫无用处 只能适得其反 你难道会因为手臂骨折 而对自己大喊大叫 天哪 你真失败 真不敢相信从楼梯上摔下来 你的手臂就会受伤 你应该感到羞耻 或者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头疼 这太令人尴尬了 你应该躲在床底下 永远不要出来 你当然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啊 第六集 血清素和皮质醇 射孔也有体质因素 人是有情感控制的 而不是有逻辑或者知识 由情绪触发的自动肢体反应 始终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生存技能 你可能听说过 战斗还是逃跑情节 这种身体自动反应的控制中枢 被称作性人体 我个人喜欢称它为 烟雾报警器 或者是 蜘蛛感应 但是很明显 有些人就是更喜欢 性人体这个名字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差点从楼梯上摔倒 但是最后一秒钟 你的手闪电般地抓住了栏杆 你没有思考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就是因为你的性人体在起作用 它的主要职责就是确保你的生命安全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好吧 它可以识别潜在的危险情况 并在你的体内释放出大量的肾上腺素 以增强你的反应速度和强度 对于人体而言 肾上腺素是自然的强化剂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 我的性人体功能超强 当身后的门关上的时候 我有时会跳起来躲开 真的 要是在末世危机之类的情况下 那我一定是超强 从原始人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大脑很合适 原始社会当中的一切都非常简单 比如躲避危险 寻找伴侣 和其他原始人结盟 在这一时期 消极的心态 是可以帮助人类存活下来的 因为大脑无法判断眼前的情况 它会自动预想最坏的情况 并且开启自我保护模式 大脑还拥有最好的记忆库 例如 我们以前曾经被狮子袭击过 所以我们要把狮子放在危险清单上 这听起来不错对吧 不幸的是 在现代社会里 剑齿虎被挑剔的上司取代了 交友场所 也从篝火边变成了学校或者是办公室 只有善于交际的人 才会如鱼得水 整个交际过程也变得异常复杂 世界变化的速度远超过了我们大脑的进化速度 而感性至上的大脑没有能力应付现在的社会 光靠新人体的直接反应是解决不了复杂问题的 大家想想 难道我们能够逃离会议或者是用棒子殴打老板吗 要是有警察在的话 他会问 再说一遍 你为什么用球棒打你老板的脸 我 因为他让我在会上发言 也许你曾经在聚会上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感到难堪 于是 你勤奋的新人体 可能就此决定将聚会和狮子一样 列入了危险清单 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应 那为什么你的大脑会如此的反应呢 因为你拥有超强的哺乳脑 这并不是你的错 如果你可以接受以上的解释 并且对自己耐心一点 你就已经拥有了从社交恐惧中恢复的监视基础 如果你曾因为恐惧症去看过医生 那么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血清素 选择性血清素在吸收抑制剂和皮质醇这些医学术语 请想象以下的场景 医生说 您体内的血清素不足 哦天哪 那是什么 听起来糟糕透了 我会死吗 医生说 不会 血清素是存在于血小板和血清中的化合物 它收缩血管并成为神经传递素 什么是神经传递素啊 医生说 当神经冲动发生时 在神经纤维末端释放的化学物质 通过突出或者连接处扩散 从而影响冲动传导向其他神经纤维 肌肉纤维或者其他结构 呃 你在开玩笑吧 还是你是机器人 这句话我当然没有说 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花了几个星期在网上查找资料 才弄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 为了方便理解 我将这些术语定义如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血清素 它就是一种镇定快乐激素 当医生使用神经传递素一次的时候 他们想说的是血清素就好像一位快递员 将信号从神经传递至大脑 它是一种重要的化合物 有助于大脑运作并保持情绪稳定 基本上它是一个快乐的使者 可以平衡大脑的压力水平 你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皮质醇 它是一种压力激素 它与肾上腺素有关 有助于人类对潜在危险情况 做出快速的反应 然而 在不存在威胁的情况下 性人体也可能会意外地释放它 比如说你迟到了 你会感觉脑子嗡嗡嗡嗡响 紧张 这些都是皮质醇在发生作用 我听过很多对血清素的比喻 我最喜欢的是将其作为燃料或者汽油 如果汽车的燃料不足 就会回火颠簸着向前 同样的 如果大脑的血清素水平不足 它仍然可以进行基本的运转 但是这时的运转就会很艰难 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个 盛满血清素的容器 但是有些人的容器比较大 有些人的血清素则消耗比较快 而我们都知道 保证血清素的储备充足很重要 这样大脑才能够正常运转 就像汽车的燃料箱一定要填满 以防陷入泥泞的田野 被奶牛群或者是某只暴躁的公牛包围一样 这可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件的 我爸一定印象深刻 因为那次他开了三个小时的车来解救我 血清素的缺乏会严重影响神经系统 导致大脑的运转不畅 甚至崩溃 而崩溃就等于焦虑症发作 或者是恐慌发作了 试者将血清素理解为 人体的天然镇静剂 如果你感到焦虑 那很有可能是血清素的水平不足引起的 那么 如何保持血清素一直满格呢 请继续收听 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在第十二章中 为大家来解答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我们将会进入到本书的第二章 这就是负面评价的作用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是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七集 从内向到社恐 鬼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 有人说学生时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绝不会说任何人是骗子 但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现在还会做噩梦 梦见我的校园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想象一下 大卫科夫贝尔被打了 简爱被罚站在椅子上几个小时 还有哈利波特 好吧 他几乎每个一天就会被 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理由攻击 然而 也没有必要就此绝望 学生时代确实可能是极具挑战的一段时间 但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现在的你 就不再需要像那时一样 在沉默中忍受 目前许多学校都增强了 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和压力的关注 例如我的一个朋友是老师 他的学生在模拟考卷上写道 我无法忍受考试的环境 等到真正考试那天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朋友对此事十分重视 他在课后和那个学生聊了一会儿 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让那个学生不断地练习 适应考试的环境 这种小型的暴露疗法 可以帮助他为真正的考试 做好准备 现在 一些慈善机构 比如学生心理 也开始为学生提供帮助和建议 正如心理健康专家 纳塔沙·德文指出的 你不能把成人才能够承受的压力量 施加到孩子身上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应付 目前 教育系统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 令人遗憾的是 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些年里 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觉得我的中学时代特别艰难 艰难到至今都无法粉饰那段时光 就在那时 我被迫有生以来第一次 以令别人满意的方式行事 而不是以我觉得自然的方式 平凡的小组活动 课堂发言 大声朗读等等 都是正常和快乐的孩子 喜欢的活动 与此相反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读书 喜欢对有限的几个人 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对着全班三十个 目光足以生吞活泼泥的 少男少女们 每次老师跟我说话 我都会紧张到呆滞 说真的 在那种情况下 我能记住自己的名字 就谢天谢地了 在那样的环境里 我发挥不出自己的能力 可悲的是 我的许多老师 都不知道我的痛苦 源自何处 下面是我的地理老师 为我写下的一段评语 克莱尔是一个害羞 而内向的女孩 只有给她直接提示 她才会回答问题 而且她也不喜欢 和全班同学 分享她的作业 她上课似乎总是溜耗 这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果她想进步 需要加强自身的努力 突破自己 请注意 这份报告 丝毫没有提到我的成绩 以及我作业的实际情况 我大部分作业 得分都是优秀 或者是良好 老师在报告里 只提到了我的性格 这似乎很奇怪 老师们通常认为 由于我在课堂上溜耗 且不积极发言 所以我有些不对劲 我记得一位数学老师 曾经说我脾气不好 有点笨 同学们都很喜欢 这种负面评价 经常引用这些话来嘲笑我 虽然我现在已经获得了 硕士学位 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是 在我最焦虑痛苦的时刻 我仍然觉得自己很笨 这就是负面评价的作用 他们会永远缠着你 尽管同学们早就不再嘲笑我了 但是伤害 已经造成了 中学时 我对自己外貌和性格的自信 几乎丧失殆尽 同学们总是笑我 又丑陋又怪癖 他们说我 枯瘦如柴 面色苍白 胸部平坦 如果当时是个大人的话 我一定会让他们 有多远滚多远 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 敏感的 不自信的少女 他们说的每个字 都烙印在我的头脑里 以至于之后数年 我花费很多钱去做 假的古铜色皮肤 去购买填充胸罩 我也曾经多次尝试染发 我想 如果我变成金发碧眼 有古铜色皮肤和更大的胸部 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我成长的时代 女孩子们的梦想 就是成为足球明星的妻子 而我的梦想呢 是最终可以成为一个 大家认可的女孩 后来 我把这一时期的照片 都销毁了 所以 总体来说 那段时间非常可怕 到15岁的时候 我已经出现了一些 非常明显的 生理上的焦虑症状 正如我在前眼中 所描述的那样 在课堂上 每次有人直接和我说话 我都会脸红 而且我越是担心 别人注意到这一点 脸就会越红 我的手抖得厉害 为了防止大家发现 我不喜欢举手 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 之后伴随我一生的 与焦虑的漫长战斗 就这样开始了 像大多数人一样 我试图忽略焦虑 我希望随着长大 问题会慢慢消失 当时的我 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直到上了大学 我才明白 我并不古怪 也不是与众不同 我只是一个内向的人 内向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这里有一份 内向者的生活指南 以下是对 典型内向者的简要描述 他们更喜欢倾听 而不是主导谈话 因为倾听 不会让他们感到害羞 他们更喜欢 小团体的秘密的谈话 而不喜欢大团体一起活动 他们需要休息安静时间 他们的大脑 有时会受到过度的刺激 需要时间来独处充电 就我个人而言 我每天能够给予他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 一旦达到极限 我就会崩溃 如果不能及时地充电 我就会变得愈发地 脾气暴躁和情绪化 相反 性格外向的人 则需要靠近他人 以给自己充电 读了苏珊凯恩的书 安静 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我才恍然大悟 做一个内向的人 没问题 性格内向 不会让你变得 容易被打败 或者是软弱 事实上 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名流 首脑 自认为性格内向 比如 巴拉克奥巴马 亚伯拉罕林肯 查尔斯狄更斯 尼尔森曼德拉等等 要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就知道这些 该多好啊 做一个内向的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甚至从很多方面而言 内向都是一件好事 不同并不等于另类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最终明白了 这个道理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第八集 打败焦虑 认知行为疗法 要打败社交恐惧 我们主要是要对日常生活当中的恐惧和焦虑下手 那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个认知行为疗法 它是打败焦虑的非常有力的工具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的英文缩写是CBT CBT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 既对场景的认知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感觉和行为方式 例如 如果你使自己深信某个聚会将会很糟糕 那么这个认知将会影响你的行为 在这个聚会上 你会避免与人交流 姿态很不友善 情绪喜怒无常 而谁又想与藏在厨房里的喜怒无常的怪咖说话呢 而CBT是一种谈话治疗 旨在通过一系列练习来帮助你改变思维方式 尤其要消除你的负面和非理性的想法 比如说 没有人喜欢我 你会在所有人面前出洋相 你无法应对任何事情等等这样的消极想法 CBT旨在对负面想法进行分类 只要类别如下 首先是全部或零 即非黑即白 认为东西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要么就是狗屎 例如 这次谈话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进行 所以这是一次失败的沟通 是这样的吗 其实大部分对话都很融洽呀 他甚至被你逗笑了 不 这次谈话就是狗屎 我失败了 还有就是预测命运 聚会将会非常可怕 没有人会愿意和我说话 我一定会度过一段痛苦的时光 还有就是灾难性思维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心里想的永远是最糟糕的结果 例如 我会在这次会上结结巴巴 我会丢脸 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个白痴 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得到晋升 我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中 说真的 我甚至当时都想出了搞砸一切之后的应急方案 好吧 我会给我的老板或者是团队发邮件 说我感觉不舒服 不能出席会议 之后我会请几天假 让他们确信我是真的病了 然后 我就逃离这个国家 下一种消极的想法就是 读心术 假装自己完全知道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 这真的不是好事 不要惊讶 例如 艾玛和我谈话的时候 表现得很无聊 她和我说话完全是出于同情 她肯定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 呃 也许她正在努力解决自己生活当中的烦恼呢 不 肯定是我的原因 还有就是 归咎于自己 相信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与你直接相关 例如 萨姆今天早上看起来真的很忧郁 我一定是做了什么 是惹恼她了 也许我该说点什么 她昨天确实提到她感冒了 也许是这样的呢 不 肯定是因为我的原因啊 还有就是忽视积极因素 忽视任何成功因素 偏向消极因素 例如 食物很好 但是我选错了酒 这一切都毁了 整个宴会都被我搞砸了 但是你做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啊 大家都称赞你 虽然这不是你最初想要的葡萄酒 但是它喝起来也不错啊 不 这瓶酒毁了一切 当然 还有更多的类别 但是上述呢 是基本的起类 了解它们将会有助于 你在稍后的各种练习中 发现自己的负面想法 这里有一个学习小贴士 了解会触发你焦虑的原因 可以让你预知 甚至提前化解焦虑 当我准备一个工作宣讲的时候 我会在业务上和心理上 都做好准备 当你发现某个原因 可能会触发你的焦虑的时候 记下你所经历的所有症状 身体上和心理上的 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而你感觉如何 这些都会极大的 辅助你未来的 认知行为疗法练习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 可以在自己家里进行的疗法 但是我建议呢 你至少在治疗师那里 进行三次治疗 因为它们可以引领你 走上正确的道路 而且像一个不会包庇 也不会苛责你的陌生人 倾诉自己的烦恼 也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 它们会发现 你无法发现的东西 并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它们是你付钱 过来听你说话的 所以你不用感到不好意思 认知行为疗法中 有各种各样的练习 以应对非理性思维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思维图表 当我的大脑充斥着 消极的想法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思维图表 它可以帮助我整理 并且击退消极想法 这种方法在互联网上 有很多的操作模板 我的基本方法呢 是这样的 你只需要在纸上 或者是手机的备忘录里 写下标题 首先就是消极的想法 把它们清楚地写下来 比如 在那次会议上 简认为我是个白痴 今晚的派对上 我一定会出丑的 第二就是情绪 写下你的感受 有些模板要求你用 一到十的分数 来评价感受的强度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 这样有用 所以请根据需求随意 你可以写下自己的情绪 例如恐惧 害怕 焦虑 压力 下一步就是 发现思维的误区 仔细看看 上面列出的消极思想 看看它们属于哪一类 在那次会议上 简认为我是个白痴 那这就属于独心术 和非黑即白的消极思想 今晚的派对上 我一定会出丑的 这是算命和灾难性 消极思想 下一步就是 有证据证明这是真的吗 声明一下 我举的是具体的证据 当你质疑一个想法 是否成立的时候 最简洁的做法就是 考虑这个想法在法庭上 是否可以作为证据 例如 法官问你 你怎么能够确定 你的新同事讨厌你呢 他听了我的笑话 没有笑 昨天他还给了我 一个奇怪的表情 你再开玩笑吧 好了 那下一个步骤是 新的想法 现在 你已经发现了 刚才的思维错误 检查了证据 运用新的理性思维 可以重新写下 自己的评论 在那次会议上 简认为我是个白痴 遗憾的是 我们谁都不会真的读新术 如果我们会 我们都可以成为超级英雄了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仅仅因为你说的一句话 而认为你是一个白痴 这件事极其的不可能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你在说什么 想想看 你是不是经常在会议中 昏昏欲睡 走神呢 今晚的派对上 我一定会出丑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言 同样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啊 你被自己的情绪所欺骗了 相信了一些 甚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好吧 你今晚可能不算是 特别的八面玲珑 这没关系啊 然而 除非你打算 头顶一盆植物在房间里裸奔 否则 我认为你出丑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好了 这里有一个学习小贴士 认知行为疗法的主要缺点之一呢 就是耗时 掌握所有的思维错误类别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 用你自己的话写出来 那这样 他们对你来说更加具体 因此 也更容易记住 那以上就是 认知行为疗法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对照着试一试 本集播剿完毕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九集 击退恐惧 暴露疗法 在上一集我们提到了 打败焦虑的一种方法 就是认知行为疗法 那么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 如何击退恐惧 使用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它是一种 更加具有侵略性的治疗方式 因为它会故意引起焦虑发作 但是从我的经历来看 暴露疗法的疗效是持久的 然而 我建议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保持稳定的情绪 而后才能开始 这种疗法的基本原理很简单 就是主动将自己暴露在 感到不适的环境中 受到焦虑 努力克服焦虑 直到自己对不适的环境 完全免疫 当然 这绝对不是鼓励那些患有恐高症的人 去玩跳伞 也绝不是让那些惧怕公众演讲的人 去做大型会议的主持人 这些做法呢 只能够带来伤害 暴露疗法的关键是 幅度很小 剂量很小 每次只前进一小步 慢慢地积累 逐渐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心理基础 让大脑接受 并且记忆这一稳固的心理状态 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基本原理 暴露疗法旨在故意引起焦虑或者是恐慌发作 那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学习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应对焦虑 从根本上讲 这种疗法就是让你不断地演练 因此当真正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为了在演练中不断地进步 你需要接受 甚至迎接 拥抱焦虑或者恐慌 给你带来的感受 而不是试图与之抗争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样说远不足以形容过程的艰巨 但是它是可行的 如果你最初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也不要失望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一家餐厅里 我当时的真实反应是 站起来说不 然后走出餐厅 恐慌和焦虑不是令人愉快的感觉 想要避免它们也是很自然的反应 然而 回避实际上是向大脑的性人体 确认目前的环境很危险 触发的恐慌和焦虑都是正确的反应 而性人体通过联想学习 会在未来类似的环境中 自动触发恐慌和焦虑 在餐厅里 我并没有处在任何危险当中 但是当我逃出餐厅大门的时候 就等于告诉我的大脑 刚才的环境很危险 所以 尽管看起来非常可怕 但更好的处理方式是 接受 接受焦虑恐慌 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的不愉快 只有处于恐慌状态时 性人体才会 记忆学习 这是典型的大脑反应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 保持冷静 从容应对各种状况 让性人体理解 你没有身处危险之中 下次遇到同样的状况 也无需触发焦虑和恐慌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怎样才能接受 并且从容应对焦虑和恐慌呢 当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把它比作 接受别人的一拳 打在自己的肚子上 确实不太可能 大卫 卡布内尔想出了一个战略 他的网站设计得不太出彩 但是内容的含金量很高 注意 我改良了一下他的方法 下面是我的改良版本 第一就是迎接 这一刻 你要承认焦虑和恐慌 已经开始发作了 它让你感到害怕 不要试图反抗 或者强迫这些情绪消失 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早 相反 你应该对自己说 好吧 已经开始了 恐慌不会伤害我 也不会让我发疯 绝对不会 它们只是会让我感到 意识的痛苦和不安 它们会像 拂过你的波浪 或者像那种 没有犯错 却要你聆听的教诲 你必须停止身体上 和精神上的抵抗 让它来 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 嘿 恐慌 我在等你 欢迎你啊 一开始你的大脑会认为 你忽略了危险信号 你会感觉更糟 可能会更加的情绪化 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不要惊慌 这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 你已经开始恢复了 第二就是等待 如果你和我一样 那么恐慌发作 也会令你暂时失去 理智和思考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比如说逃跑 或者是躲在厕所里 所以当我说 等一下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 待在原地别动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在心中 没数到十 保持现在的状态 会给你的理性 思考一些时间 让它去适应环境 应对变化 此时你肯定有 强烈的逃离冲动 因为大脑的性人体 又会认为 你处于危险当中 一个声音在你的脑子里说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会死的 你必须马上离开 这多么像我父亲的口吻啊 然而 按兵不动 才是我们的选择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性人体 学会适应 第三就是安慰 现在我们需要 帮助自己的身体 感觉更舒适 因为它可能正处在 痛苦之中 一开始先紧绷肌肉 五秒钟 然后放松 这是一个经典的练习 但是非常的有效 可以提升氧气水平 帮助缓解心悸和呼吸困难 用动作演示 复视呼吸 更能够令人理解 不过这里 我还是尽量描述一下 第一就是呼气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仿佛排出所有的怨气和不满 这样可以放松肌肉 你需要在第一次呼吸之前 就这样呼气一次即可 第二就是 慢慢地用鼻子吸气 同时尽可能地令腹部鼓起 如果有帮助的话 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确保腹部鼓起 第三就是保持几秒钟 第四是 当你呼气的时候 慢慢地把鼓起的腹部落下 第五 重复这个动作三次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重复更多次 暴露疗法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专注 如果你在开会 一定要专心地听 别人说了什么 积极地提问 如果你在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则对另外一个乘客微笑 或者是询问时间 下一个步骤是准备 准备好再重复这个过程 如果恐慌再次开始积累 不用担心 这是完全正常的 只要再次重复 这个过程就好了 那现在 我们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 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让我们想想 会引起焦虑反应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聚会 工作 开车 甚至是一个特定的人 任何原因都可以 列出十个挑战 从最简单的开始 最后进行最困难的 这将是你的暴露治疗挑战列表 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量身定做 如果你在多个场景中 都会焦虑和恐慌 你可以制作多张列表 我过去常常在工作会议前 感到焦虑或者是恐慌 例如 下面就是我列出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清单 第一 坐在客厅里 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正在开会 想象会议室里的一切人和物 第二 坐在办公桌前 想象自己正在开会 第三 独自去会议室 坐上五分钟 将会议室的门打开 第四 独自去会议室坐五分钟 将会议室的门关上 第五 独自去会议室坐下 关上门 想象自己发言 大声地说出一句话 想象别人都在注视着你 第六 和你的朋友坐在会议室里 随便地聊聊天 第七 和朋友坐在会议室里 讨论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 第八 在家里 和家人或者是伴侣 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假装参加一个真正的会议 提前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练习 并且给他们准备好 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会议中 坚持至少十分钟 第九 参加一个真正的会议 但是事先告诉你的老板 你只是旁听 第十 参加一个真正的会议 并且 做出一次发言 这个清单非常具体地 针对了我遇到的问题 我明白 这个单子可能看起来很无聊 甚至有点可笑 但是 这样慢慢地养成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集 面对焦虑和恐惧 借酒消愁 如饮震止渴 大学生活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文化冲击之一 我从中学时被过度控制和管制的角色一下子变成了掌权者 来到远离家乡的校园 被告知需要自己安排上课日程 同学之间没有正式的寒暄 从全都市调调框框突然变成了毫无约束 生活方式转变之大 令人惊讶 我在家乡的密友们去了全国各地 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从头开始生活 我的职业规划导师告诉我 大学会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光 你会结交一生的朋友 成长为一个全面发展的成年人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的事 我真的很穷 为了融入集体 我必须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 必须时刻充满活力 情绪高昂 说明一下 我喜欢晚上出去放松 喝鸡尾酒 和朋友聊天 更重要的是 跳舞 但是即使是18岁的时候 我也不能每天晚上都做这些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发现大学的社交场合真的很具有挑战性 想要时时参与并且乐在其中 真的要承担太多压力了 某天晚上 我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饮料 它能够抑制我所有的焦虑 让我感到超级自信 当然 我说的是酒精 这是一个奇迹 我终于找到了解药 喝了几杯壮壮胆之后 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可以和陌生人交谈 放松自己 做几个小时的正常人 要是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该多好啊 我和我的酒瓶一起 起码消失在夕阳中 唉 虽然酒精可以短暂地缓起焦虑 但这毕竟不是长远的解决方案 好吧 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无奈 我开始依赖酒精 记住它参与社交生活 有时甚至在出门之前 我就开始喝酒 别担心 在这个环节 我不会坠续我成为酒鬼 有三年时间都是昏昏噩噩 总是抓着福特加酒的瓶子 在水沟里醒来的故事 我真的很想相信 酒精就是解决我所有焦虑问题的方法 因为它的效果是如此的快速直接 每次读到文章说 喝酒只能使问题越来越糟 我都不相信 这肯定只是政府鼓吹 学生要戒酒的宣传方式吧 然而 当我到了23岁的时候 我再也无法忽视一些事实了 过量饮酒 确实会增加焦虑的症状 首先 酒精会使得你的大脑变得迟钝 降低你的抗压能力 我的意思是 当酒精成了你的万能解药的时候 你一定会依赖它 于是你的大脑就会 再也不想独自面对恐惧了 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的开端 你的大脑是你最宝贵的工具 应该保持它的强大和独立 同时 在酒精的作用下 你会极度渴望那些对你有害的食物 比如糖 盐 饱和脂肪等健康的四敌 我们只知道它们对身体有害 其实 此类食物对大脑 也有很多副作用 例如 过量的糖会导致肾上腺素激增 宿醉是酒精带给我的另外一个严重的伤害 许多年轻人 包括那时的我 都没有意识到宿醉不仅会影响你的身体 比如身体乏力 头痛 甚至希望自己死掉 还会对你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 每个人在大量饮酒之后的第二天都会产生自我厌恶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同时有焦虑的问题 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早 酒精会使大脑中的血清素和其他的激素水平紊乱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血清素的重要性吗 基本上 酒精会极大地降低血清素的水平 尤其是当酒精开始慢慢地在你身体内散去的时候 你会更加缺乏血清素 当我因为宿醉整天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异常的痛苦 同时 酒精也增强了我的偏执感 相信我 这种感觉本身就已经很强烈了 我会沉迷于细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回忆自己是不是出了阳相 为什么我的朋友没有回我的短信呢 我开始拼命地查看社交软件 试图发现任何令人尴尬的照片 宿醉让你感觉十分疲倦 于是你又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另外一种有害的液体 就是咖啡因 又一次地你感叹到 多么神奇苦涩的黑色液体啊 如果说酒能够使我冷静 那么咖啡则使我兴奋 有了咖啡 我可以只睡四个小时就完全清醒地去上课 写论文 在我十分需要振奋的时候 我还喝ProPlus和红牛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是一头蠢猪啊 我知道大家都懂 但是我还是想强调 第一 咖啡因是一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 第二 咖啡因会增加体内的肾上腺素的分泌量 大量喝咖啡因的饮料 本质上就像是火上浇油 一杯可以 但是喝上四五杯 那是绝对不行的 二十分钟后 当你发现自己因为心跳加速而颤抖的时候 相信我 这就是咖啡因的副作用 所以我想提醒你 关于焦虑和恐惧 酒精和咖啡也许很好喝 很有用 如果我说自己不喜欢 那就太虚伪了 但是关键是要适度 的确 酒精可以消除我们的神经紧张 但是过度的酒精 只会降低你的血清素水平 并且在第二天 增加你的焦虑症状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一集 不是什么都很重要 别被假装正常吓倒 在面对社交恐惧和日常的焦虑当中 有一种社会压力 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就是假装正常的压力 2015年 儿童热线接到了三万四千个青少年打来的电话 他们都在努力地应对考试带来的压力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如果知道可以打电话和专业人士倾诉 我可能也会试一试的 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认为考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本就容易受影响又敏感 对考试的重视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我需要进入大学 每门课都成绩优异 然后拿到学位 如果我犯了错 就拿不到学位 就找不到工作 最后只能在街上乞讨 我的父母也会崩溃的 事实上 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 这只是我的假设而已 我甚至还想 要是考不上大学 我就会成为家庭的耻辱 我当时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最重要的是 我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压力 在年级大会上 班主任向毕业年级的学生发表讲话 谈到了最重要的排名表 我们学校对年级前五名期待很高 班主任提醒我们 有责任做好 不要让学校失望 我非常清楚 人们希望我们达到预期的成绩 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毕竟 在某种程度上 学校也是一门生意 只是和公司的名称略有不同而已 销售人员和老师都有业绩目标要实现 销售人员希望吸引顾客 而学校则希望吸引更好的学生来 但是 学校和公司还是不同的 那条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在大学里 学习和我之前经历过的不太一样的 在中学时 复习考试也很难 但是至少我可以寻求老师的指导 而现在我只能完全独立学习 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图书馆的书籍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老师说 这个学期我们学了八个单元 期末考试题将包括其中两个单元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复习所有的八个单元 你看过考试卷子了吗 老师又说 是的 当然 你不能把范围缩小到四个单元吗 当然 我不是让您告诉我们考试题目 但是在只考两个单元的情况下 复习全部八个单元似乎毫无意义啊 老师又回答 我很惊讶你会问这个问题 任何乐于钻研的学者 都会很乐意重新学习一下 全部八个单元的 哎呀 显然我不像一个学长那样思考啊 说真的 你们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这样的复习看起来真的很荒谬呢 比起复习和论文 我更害怕上课过程当中的发言 因为我怕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 这是真的 我不会使用传统的学术语言 我怕自己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说 大部分时间都在担心 老师是否会问我问题 其实我应该这样想 去他的 我交了学费了 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 和之前一样 适应环境和假装正常的压力 压垮了我 社交恐惧通常都会产生于这种 不鼓励个体差异的环境当中 对我而言 每次考试我都必须取得好成绩 这就是我的终极任务 我必须证明我不是一个白痴 为此我宁愿把一本本 绘色的书籍背下来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爬楼梯去看成绩公告板 双腿都在颤抖 顺便说一句 将所有人的考试结果写在一块板子上 昭告天下 这主意真是妙奇了 谁又在乎隐私呢 我的考试成绩一直很好 但是在成绩公布后的几天里 我的恐惧感和飙升的肾上腺素 久久不会消散 这种鱼音绕梁的感觉并不陌生 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和A级水平考试之后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会找到年轻式的自己 告诉他什么样的资格认证 在社会中更有用 期待可以减少他内心的考试焦虑 以下这些都是英国的考试 衷心希望你生活在其他的地方 不过你的国家 也会有差不多的考试吧 比如英国有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不要担心 因为他们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得C 你就可以进大学了 还有A级水平考试 这有助于你进入大学 但仅此而已 再强调 达到要求即可 如果你没有拿到A 从长远来看 也真的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学是学位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你现在是在花自己的钱购买教育 所以不要搞砸了 大学第一年 你可以成绩勉强及格 但是第二年和第三年很重要 还有就是硕士学位 认真的和你说 这个绝对不能搞砸 因为它真的太贵了 借你最大努力 但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态度是很重要的 当然 你没有得到全A 这可能会让你尴尬一两天 但是 一个星期之后 这件事就不再重要了 毕竟你的健康比自尊心更重要 当然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我不是在鼓励学生们偷懒 或者鼓励他们拒绝接受教育 教育非常重要 理应被重视 但是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健康 我们需要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最后来说一个小贴士 就是和别人聊聊你的感受 如果你真的很纠结 而又有一个可以信任的老师 那么可以约他来聊聊你的问题 假设你无法在课堂上做演讲 也许你们可以商量 做其他的任务来取代演讲 或者你只是和他聊聊你的感受 许多大学都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 提供心理援助 大学生之间的心理互助也正在兴起 所以你可以查询一下学校的信息栏 或者询问相关的员工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二集 社交媒体玩得在溜 社交恐惧 还是照旧 让人爱恨交织的社交媒体 大约在十八岁的时候 我最终接受了脸书 我有一点技术恐惧症 这是我做过的最好和最坏的决定之一了 对于社交媒体 我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觉 它们既美妙又荒谬 它们可以提供给我海量的信息 可是这些信息呢 极具破坏性 它们可以解放我的思想 可是又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压力 我仍然记得我的第一个脸书主页 上面的信息根本不能反映我的个性 我不愿去回忆当时为了自我介绍这一部分 我到底写了多少份草稿 在那个年纪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性格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回头看那个主页上的自我介绍 基本上 我就是电视连续剧中的某个角色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创建一个虚构人物带来的问题就是 你无法控制现实 更不能阻止别人的互动 而这些都可能毁掉你苦心经营的形象 我逐渐沉迷于扮演我的网络角色 脸书上的照片上传是我最大的噩梦 我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不自信 照相对我而言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我既提升不了自己的容貌 也控制不了别人的尽头 所以 当有人上传了你的六张照片 这样的通知出现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一沉 迅速地点击查看这些丑照 并且马上删除它们 这一切都源于我追求完美 包括外表的完美 我希望我是凯拉·奈特利 凯特莫斯·佐伊·丹尼切尔 而不是我自己 虽然公平地说 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算是真实的存在 一切都是图片PS技术带来的完美幻觉 不过这些酸酸的抱怨 还是下次再说吧 现今 如果你没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那么从技术上讲 你就是不存在的 脸书、推特、instagram、snatcher、panderest 这些社交媒体 根据你的需求和浏览习惯 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应用中做出选择 想想看 你会时不时地在领域上查一次潜在的新老板 就是你幻想着 跳槽去追随的那种 当我意识到这个功能不是匿名的时候 我彻底崩溃了 你会在脸书上跟踪你的暗恋对象 这种做法很常见 或者每交一个新朋友 你都会下意识地去看看 他的推特上有多少粉丝 然而 正如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一样 社交媒体也有黑暗的一面 你会想知道你的前阵还活得风生水起 而且和一个超级名模约会吗 或者 你会想知道有些同事去酒吧欢聚 却没有带上你吗 通过归探别人的生活 你貌似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于是就先入为主地认为 你的前任有完美的生活了 而你的同事讨厌你 这焦虑 就由此产生了 别说焦虑 我曾经花了一个晚上试图弄明白 为什么我的一位老同事和经理 在酒吧聚会 却没有叫上我 事实证明 他们只是碰巧在酒吧碰到了 而我的同事又恰好更新了 他的状态而已 但是我还是愚蠢地花了几个小时去担心 我的经理对我有意见吗 我是不是性格太无聊了 所以大家聚会都不愿意找我 我会因为无聊而被炒鱿鱼吗 有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反而会是一种福气 而更让我郁闷的是社交媒体鼓励大家比拼受欢迎的程度 推特在这方面尤其的残忍 有多少人在关注你 我以为关注者达到一千人的时候我会很高兴 但是达到一千的时候我又想要更多了 而且每当别人不关注我了我都会感到被否定的痛苦 说不难过都是假的 他们怎么能够取消关注我呢 我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戏太多了 Instagram的缺点就是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丑陋 或者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够好 虽然我很喜欢美妆博客 但是我真的不想经常看到博主们收到大量免费赠品 把他们漂亮地陈列在项目地板上 上面撒着花朵 用古董滤镜拍出那些美美的照片来 还有 照片中的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微笑了呢 说真的 这个变化是何时发生的呀 有时 当镜头对准我 我下意识地摆姿势的时候 马上又会想 别这样 这里又不是红毯 我得表现得投入一点啊 好了 最后来分享一下社交媒体指南 如果周五或周六晚上 你一个人在家 感觉糟透了 那千万不要去看脸书之类的社交媒体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 我经常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 如果你失去了一个推特粉丝 也许是因为他不是那么喜欢你 没关系啊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在脸书主页的设置里选择隐私这一项 不要犹豫 我不希望你的新雇主看到你在钢管五之夜的照片 不要查看任何前任的信息 尤其是在喝醉或者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不如看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吧 只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记住 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信息 他搂着的那个姑娘可能只是他的亲切 不太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啊 永远不要给自己拍裸照 此处省略一万字 他们最终会出现在网上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三集 打开情绪的节 才能让他随风飘散 我无力去改变过去 所以我尽量不要去回忆 我有时真的怀疑 教育工作者们知不知道 他们会对孩子的生活 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应该去接纳甚至 推崇这种不同 而不是质疑和批评 研究显示 现在的学校愈发开始重视 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老师们的心情 无休止的工作 来自学校监督的压力 与家长晚上聚会 现在又要加上心理健康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他们能够利用的资源 也仅仅限于学校提供的 也许我只是一个 过于敏感的女孩吧 我敢肯定 许多成年人的校园时光 都如同地狱一般 但是他们仍然努力地 把这一切抛住脑后 但是不幸的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轻轻松松地遗忘 我的中学时光 就是我的一个焦虑触发点 任何能够让我想起 中学的事物都会 立刻引发我的焦虑 提醒小贴士 如果你有过去的伤疤 要把他们暴露出来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试图忽略痛苦 但是有时候最好的治疗方法是 释放痛苦 你可以单独或者和朋友 或家人一起来释放痛苦 只要说出那些精力即可 将它们从你的记忆库中清除 让它们消失在冷风中 思想会自动引发情绪反应 例如 当我想到中学的数学课的时候 我感到尴尬和悲伤 我是个失败者 怪人 或者至少 我的大脑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记忆的问题 它们可能会被扭曲 所以我拼命去想其他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冲淡情绪反应 但却不能解决 记忆的根源问题 接受和遗忘练习 有一天 我决定记录下我的回忆 中学时的一个记忆场景 以及场景中的一切 我当时说了什么 我的感受 以及别人的反应 我使用了第二章中提到的 CBT思维图表 这个练习有一些耗时 随心尽量跟上我的思路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上午数学课的时候 我盯着窗外 做着白日梦 突然 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史密斯老师说 克莱尔 我惊呆了 转过身看着他 史密斯老师又说 又溜号了 好吧 我们继续 答案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开始脸红 我说 我很抱歉老师 我没有听清楚你的问题 史密斯老师生气了 站起来 他提高音量 立刻站起来 我脸红得更加厉害了 开始颤抖 慢慢地站起来 某位同学说 快看 他的脸变得通红了 班级其他同学也开始笑了 史密斯老师说 我们都在等 快点 答案是什么 我说 对不起 老师 我不知道 你根本就没听我问什么 说实话 克莱尔 我有时候怀疑 你是不是因为脑子有点笨 才总是溜号 班上的其他同学笑得更大声了 坐下吧 你这个笨姑娘 当我盯着课本的时候 我能够感觉到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我的朋友丽莎问我是否还好 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男孩也在教室里 我再也没脸和他说话了 好了 这是一段我的学生时代的经历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记忆 现在回想起这个场景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是羞辱 暴露和难过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这证明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现在也不是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正常社交的局外人 我甚至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努力克服焦虑 因为焦虑显然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就是个怪胎 我想我们可以达成一致 这是一段充满情感的回忆 这段60秒左右的对话 盘旋在我的脑海中长达15年之久 当我进行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给自己足足两分钟去完全体验这段记忆 让随之而来的情绪尽量地释放 我的心情很糟糕 但是也感觉很解放 这次我没有同自己的情绪斗争 我最终选择了接受他们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挑战一下消极想法 接下来我发现了自己的思维错误 挑战了自己的消极想法 这证明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现在也不是 这句话就是典型的非黑即白的思维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的吗 正常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犯法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份好的工作和一群朋友 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努力克服焦虑 因为焦虑显然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就是个怪胎 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的记忆里包含了太多的情绪 是的 场面是很尴尬 是的 史密斯老师不应该那样对我说话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累了 或者是那天心情不好 不小心把气撒在了我身上 这不能证明我是个怪胎 我只是运气不好 我的几位朋友在那天之后都安慰我 他们也认为我是受害者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这段回忆都不能为我下定论 它只是我人生当中糟糕的一天 正如我所说的 这个练习听起来有些费时 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诀窍 就很简单了 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写下 所有中学时发生在我身上的可怕的事情 包括别人给我起绰号 朋友背叛我的次数 还有来自老师的不公平的惩罚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 让自己感受那种痛苦 因为毕竟我亏欠心中那个委屈的中学女孩 然后我会独自一人的时候 大声地对自己说 去她的 我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人 我接受自己的一切 这个过程有时候像驱魔一样 感受痛苦 拥抱她 享受她 然后让她消散 所以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认真唤起心中那些 充满情绪的会议 探索她们 请记住这个练习的五个步骤 第一就是 写出完整的场景 第二 她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什么样的想法涌入到了你的脑海中 第三 在脑海中感受这个场景两分钟 第四 挑出关键的想法 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来质疑他们 第五 让这些情绪慢慢地散去 但如果有帮助的话 听一听冰雪奇缘的主题歌 也挺不错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稍后继续 第十四集 抚慰情绪的三种方法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介绍了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面对过去那些 让你预见的情绪 一定要去积极地面对它 然后通过想象 再通过认知行为疗法 去质疑他们 让这些情绪慢慢地散去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分散注意力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试着去将注意力 转移到其他的事物上 从而让大脑远离消极的想法 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技巧非常有用 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以下是一些建议 比如说想出尽可能多的 以字母A开头的 女孩名字 男孩名字 乐队 国家 动物 或者是脏话 只要你喜欢的话 还有就是比如尝试回忆 权力的游戏当中的所有角色 以及他们的全名 在大脑中想象从自己的房子 走到市中心的全过程 想象经过每一条街道 每一个商店 睡不着的时候 我经常用这个方法 躺在床上 让大脑去探索和冒险 还有就是 玩一些很棒的手机游戏 最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然后就是 有声读物也不错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听 评歌讲书 就是非常不错的 排解情绪的方式 提醒小贴是 动脑动手的好处 一个人如果充满了创造力 其大脑的注意力 就可能会被分散 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十分积极 效果也十分显著 当你专注于某件事 双手忙碌起来的时候 大脑也不会去胡思乱想了 写作 编织 烹饪 原意 拼贴 你有太多的选择 而且 每个都很有趣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 下一种 排解焦虑和内心委屈的方法 就是 积极地 再想象练习 大脑很少关注 现在 除非你正在被抢劫 那么它通常是在 思考过去 或者是未来的某件事 大脑性人体 非常的戏剧化 我的性人体 总是在 创作青春期的 狗血肥草剧 剧中有着 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 出现的问题和麻烦 每一期的结局都一样 我出尽了阳相 我们很容易沉迷于 事件未来 如何越来越糟糕的 错误的预想当中 很明显 这些预感 其实对我们 并没有益处 它们会引发情绪反应 不仅使你感到紧张 还会使你觉得 仿佛已经经历了 一件糟糕的事情 而这一切都是 想象中的 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控制你的想象力 让性人体 重写一个剧本 花一点时间 想象一下 未来事情 进展得非常顺利 想象一下 人们朝你微笑 你得体的应对 这会使你的身体 充满积极的情绪 给你带来 额外的自信 提醒小贴士 焦虑急救箱 我喜欢千奇百怪的 极具个性的急救箱 基本上 你只需将自己需要的东西 放进去就可以了 规则是 在你需要振作的时候 去找这个急救箱 它可以成为你度过艰难的一天 或者某个艰难时刻的一种奖励 像我的急救箱里就有一瓶上好的葡萄酒 你懂的 几袋卖力素 还有豪华的泡泡御御球 还有王牌大冒险 一本智力题集 至少三本小说 一套历史纪录片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历史迷 以及指甲油 你可以慢慢地去积累这些东西 你的装备不需要特别昂贵 但是它们必须能够让你开心起来 下一种介绍的方法就是来自动物的爱 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比一只动物对你的爱更加的纯洁了 我的狗名叫瑞格比 它在我为了变好而努力的第九个月时 来到了我的身边 从那时起 它就成了我保持心理状态稳定的最大助力 当然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经缺乏自信 哦 上帝啊 我该怎么办呢 我哪里会照顾它呀 我甚至都不能够照顾我自己 但是当你经历了糟糕的一天 焦虑将你折磨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只有和宠物依偎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够平静下来 狗并不是唯一具有安抚作用的动物 猫也可以称为抚慰人性的伴侣 而且与养狗比起来 养猫花费的精力和金钱更少一些 猫咪发出的绵软声音 是最令人放松的声音之一了 这是我的捉件 但是猫确实会时不时地 把一些奇怪的鸟的尸体作为礼物带回家 那如果你神经敏感的话 也许猫并不适合你 养这些宠物的好处在于 你不需要向宠物解释任何事情 你也不必给它们添麻烦而道歉 更不会在它们面前自觉愚蠢 无论怎样 它们都会一样地爱你 而且在失眠的时候 它们也会是你很好的陪伴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饲养动物可能成本并不低 请不要轻易地把它带回家 除非你能够妥善地照顾它 这里的妥善照顾包括了食物 医疗保健 美容 玩具 粪便管理 和安排人在白天照顾它 因为在英国 狗不能独处超过三个小时 如果你有一份全职工作 那么平均起来 你应该每年支付5000英镑 来养一只狗 纯种的或者是杂交的 当然这是依据英国的物价 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它的日拖 如果你在家工作或者是做坚持 成本就会降到1000英镑多一点 你看 丢狗真的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啊 因为不需要日拖 所以养猫呢就要便宜得多了 一般一年1000英镑左右 如果你能够负担得起这些 就可以养宠物了 让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正能量和安慰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稍后继续 现代的年轻人小小年纪 就感受到了追求成功的压力 看看线下他们的榜样 卡戴山姐妹 切尔西制造 泽西海岸这类真人秀节目里的明星们 还有那些美妆博主和时尚博主们 例如佐拉和泰威盖文森 他在十二岁就进入了时尚圈 十二岁 十二岁的我 还在读罗尔德达尔 想的都是 我嘴里一次能够塞进多少颗麦力素 与其思考我们想要什么 以及什么会让我们快乐 不如把时间花在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 于是我给自己设定了 无穷无尽的任务和期限 把自己逼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一直十分惧怕平庸 与大家的理解完全相反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其他人 但是我希望可以和家人一起拥有一番不平庸的作为 进而取得成功 我从未探究过原因 但是成功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我也很容易感到无聊 现在仍然如此 所以我不断地寻找新的方式来刺激我的大脑 作为一个青少年 我很快意识到 根据目前流行文化的标准 我既不够漂亮 也不够富有 更没有足够的音乐天赋 去参加X因素这样的节目 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大脑 才能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 并不是我不爱我的故乡 直到现在 我还是很怀念我的故乡 我只是清楚 我并不属于那里 我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为什么我就不能满足于 自己所拥有的并感到幸福呢 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不够呢 如果有一天我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一定和你分享 我制定了一个高强度的计划并且执行 这是美化的说法 事实上 我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沉溺于追求完美而不能自拔 老师们过去常说我过于认真 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的完美主义始于14岁左右 那时我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 我的个性也并不突出 但是那时 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 只要你足够努力 你就可以实现任何目标 我记得曾经读过 作家兼励志演说家 吉米·罗恩的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想做某件事 你总会成功的 但是 这句话难道意味着任何人 只要努力就可以变得比贾斯丁比伯还要出名 或者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吗 我不确定自己现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但是青少年的时候 这句话简直就是我的人生动力 我把自己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初中 高中 然后大学 我必须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 我不是一个白痴 我可以成功的 事实证明 向自己证明自己可以成功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仍然是我的努力方向 我再次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在获得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同时 我做着一份非常令人讨厌的全职工作 我是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那里的环境糟糕透了 整天都有一群西装革履的愤怒者在大喊大叫 这简直就是学校的翻版 我在遭受着同样的虐待 克莱尔 我那该死的车钥匙呢 一个西装男冲我大叫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上窜下跳地寻找着那串该死的钥匙 像一只被困在踏板箱里的松鼠 十分钟后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手里拿着那把钥匙 原来他把钥匙落在了洗手间 但这份工作薪水很丰厚 这些钱可以支持我读完学位 而且那里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还能够得到免费的三明治 所以我坚持微笑 每天出现在岗位上 他们不能够击垮我 毕竟最终击垮我的 是我自己 在同学间 我是唯一一个读硕士时还在工作的人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只能在晚上或者周末写课程的小论文 现在回首 我觉得很荒谬 我相当于是坚持读完了学位 但是我确实等不及了 我想要加快步伐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我利用年假完成了一次实习任务 没错 我没有年假 我说这些并不是带着优越感或者骄傲的回顾 我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什么样的疯子会让自己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啊 一切真的值得吗 在这期间 我和交往了四年的男友分手了 那是我的第一次爱情经历 他是一个乐队的成员 他们一定会出名的 天哪 其实他们是狗屎 但是我可以站在演出的后台 这让我感觉很酷 即使演出场地只是当地的少年工而已 我们分手是因为他劈腿了 足足两次 我应该早点跟他结束的 在内心深处 我知道他不适合我 但是我总是故意地忽略这一点 你看 哺乳动物的部分大脑 在控制情绪方面不太灵活 我记得最终分手的那个晚上 当时是凌晨四点 我下楼喝水的时候 查看了一下手机 刷了一下脸书 发现他又劈腿了 脸书真是发现劈腿的经典场所 所以我把他永远地踢出了我的生活 两个星期后 他醉醺醺地爬上我的屋顶 手里拿着我们花园里的花 企图和我重归于好 毕业论文快要交稿的时候 我已经枯瘦如柴 看上去病入膏肓了 上交论文的前一天晚上 我亮亮呛呛地走进父母的卧室 大声宣布 如果你们不帮我 我想我会一头撞到电脑屏幕上 我爸爸第二天不得不请假开车 送我去学校 那时 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觉了 几乎无法思考 更不用说开车了 后来我得了重感冒 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大多数人在交完毕业论文后出去庆祝 而我只记得我艰难地爬上床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我的神经已经完全崩溃了 睡了又睡 情绪很低落 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这次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但是我真的不太擅长维护自身的健康 就是在这个阶段 我的手开始有了轻微的颤抖的症状 一开始我以为是饥饿 或者是咖啡因摄入过多的原因 但这个症状一直没有改善 虽然无法证明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在读硕士期间 我极大的伤害了自己的神经系统 手抖就是神经持续受伤的表现 现在 我的手仍然会抖 它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千万别让我给你倒红酒 除非你想让自己的膝盖 去享用它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候我的大脑产生了太多的皮质醇 最终引发了系统崩溃 同样的 在我痛苦时 身体释放了肾上腺素 皮质醇水平 也随之上升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下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六集 职场焦虑 是因为 你想做得更好 上集 符文汉森 这是因为 皮质醇通过体内的脱氧表熊铜激素 在燃烧 长话短说 这个脱氧表熊铜 也就是DHEA 它是性激素的总称 对于女性来说 就是雌激素 对于男性来说 就是雄激素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DHEA正常和健康的发挥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 维持情绪和能量水平的稳定 使免疫系统变得强壮 而过多的皮质醇 会像消耗血腥素一样 消耗掉DHEA 然而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承受的所有压力 最终都得到了回报 因为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份 待遇优渥的工作 我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和人力资源部专员的 通话内容 当时我正在超市 给我最好的朋友买花 出版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专员说 嘿 克莱尔 我打电话来通知你 周二面试的结果 你好 好的 太棒了 其实我当时心想 你快把结果说出来呀 这又不是闯关节目 卖什么关子呀 出版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专员又说 你认为你的表现怎么样 我心想 你快点告诉我吧 呃 我希望自己表现还好吧 出版公司人力资源部专员说 好吧 我很高兴地通知你 你被录取了 在那之后 我的记忆就变得模糊了 我只记得我试图拥抱 比萨熟识车后面的那个女人 尽管她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最棒的事情 我终于取得了一些 有价值的成就 可以证明 我能力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 这说明我战胜了焦虑 既然我已经成功了 那么我的焦虑 也会消失了吧 我看过那种电影 我会离开家乡 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一个更好的人 我会买一个新的衣柜 像蝴蝶结一样破茧而出 我将远离自己青少年时期的 那些麻烦的经历 把一切都抛住身后 逃避问题 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法 对吧 四个星期后 我搬到了伦敦 和另外两个女孩住在一起 我一直表现得毫不在意 直到妈妈给了我一个 告别的拥抱 这个拥抱像锤子一样 砸在我的肚子上 我恍然大悟 自己竟然离开了家 我当时心想 该死 接下来我自己该怎么生活啊 第一天晚上 我的新室友和一瓶汽水 帮了大忙 室友们对我都很友善 毕竟他们无法对一个 在房子周围徘徊哭泣 并且自言自语的女孩 视而不见 那女孩正哭着对他们说 哦我的上帝啊 你做了什么 你是疯了吗 你想想看 我之前生活的博尔顿 人口才13.9万 而伦敦的人口是850万 二者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好吧 除了交通 生活节奏 人口 面积 生活费之外 一切都差不多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我第一次发现 每周交通费 是多少时的反应 尽管如此 我仍然在实现着 自己的梦想 上帝保佑 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我公职的出版社在 和言街 那简直就是 大富翁游戏板上的 红色部分 而谈到我的工作 家人里的每个人 都为我感到骄傲 尽管搬到了一个 新的城市 让我有些不适应 但是我 仍然很兴奋 充满活力 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 我每天早上 都喝一杯手中咖啡 不管从何时起 我甚至开始购买 金融时报 其实我一个字都读不懂 但是假装在 午餐时读它 自我感觉很好 工作的第一个月 很快就过去了 每个人看起来 都很友善 对于工作内容 我也是得心应手 作为一个书迷 在出版公司工作的我 就像是孩子 进的糖果店一样 有好多新书要读 我的上司也特别可爱 这简直太好了 我从来没有在工作场合 遇到过这么有耐心 乐于助人的人 他也不介意 我古怪的幽默感 这是对我莫大的肯定 到伦敦之后 我没有交什么真正的朋友 除了和我同期参加工作的 一个女孩子 但相信随时间推移 我一定会认识 更多的朋友 又过了五个月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发现办公室里 派系伶俐 竞争激烈 在一次活动中 一位高管最熏熏地告诉我 如果你想在这个地方升职 你需要说话再大声一点 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 这似乎是合理的建议 但是 想要大家听到你的声音 需要让大家先看到你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七集 职场焦虑 是因为 你想做得更好 下集 我所在的团队与高层 及其他部门交往的机会 十分有限 其他部门并不会想要认识我们 因为和我们沟通并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和我们联系 不能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任何的进展 我们也不与作者直接联系 说句公道话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态度 毕竟 每个人的时间 都是有限的 看起来 升职的围徒竟就是成为一个 咄咄逼人的社交家 咄咄逼人的意思是 勇敢地闯进一群人中 大胆地推销自己 而不害怕被拒绝 介绍自己的另一种方法是 参加每个可以参加的活动 一直待到最后 尽可能多地和别人接触 有些团队的负责人 会在活动中待到很晚 所以你确实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给他们留下有趣的印象 我曾经两次待到活动最后 第一次我喝得太醉了 竟然拿起了一个精力的烟抽离口 他甚至都没有递给我 我自己伸手去拿的 我还自以为这样很酷 另外 其实我根本不抽烟呢 这件事原本看起来很自然 如果我没有被呛到咳嗽的话 活动结束后 我还试图让一个人力车夫 把我送回伦敦北部去 当然 他拒绝了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脸朝下 躺在楼梯上 身上的衣服还算整齐 鞋子却不见了 最后我在水沟里找到了他们 我十分的羞愧 我恨不得一死了事 再多的培根和饮料都不能治愈我 这种工作方式对我来说 很陌生 突然间 我不再能只依靠我自己的大脑了 我还必须要运用我的性格 不幸的是 我有社交恐惧症 如果每天我都要九点上班 那么我就无法在工作日 一连几天都熬到凌晨三点 酒精会影响我的血腥素水平 其实我当时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宿醉未醒 紧张不安 我就真的无法继续正常工作 按照典型的我的逻辑 我将人际交流的失败 完全归咎于了我自己 不对劲的是我 我才是问题的所在 我古怪 安静 无聊 所以才会被主流的社交圈排斥 中学和大学遭受的精神打击 再次 如潮水般的涌来 我开始从细节上规范自己 我改变了自己的北方口音 我努力地保持微笑 可是 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放与别人开会 或者碰面时的场景 具体到每一句 每个细节 我会回放一切 对话 面部表情 甚至语调 事无巨细地挑剔自己 尽管如此 这次我下定决心不让这些问题阻挡我的脚步 我绝不会让焦虑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可怜的我哪知道啊 焦虑其实从没有离开 我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法 我读了很多关于自信和如何建立人际关系的书 我绝对可以学着像周围的人一样生活 我可以强制自己去模仿别人 因为我认为别人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 首先 我需要一个计划 有个专注和努力的目标 我对电子书有浓厚的兴趣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电子书的 所以我认为 数字部门将是我下一步努力功课的目标 对于职业发展 我突然从随性转变为十分执着 我打算用攻读学位的方式来走出职业瓶颈 事情开始变得吃力起来 我阅读所有与数字出版有关的新闻 学习术语 几乎背下了所有畅销书的书名 一个月后 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位董事 我事先做好了功课 在一次聚会上接近了他 我尽最大努力表现的自信 不遗余力地展示我的知识 我以为一切都可以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他直接了当地打断了 他说 哇 讲得很好 克莱 不过我猜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然后他就迅速离开了 菜场的其余人都尴尬地笑了 也许一个更坚强的人会毫不在意这句话 不当回事 但是我当时满脸通红 偷偷地溜到洗手间里去哭了一会儿 我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的结论是 我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怪胎 事后看来 是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就导致了 我对结果感到羞愧 更加无情地批评自己 而不是对自己的努力 感到高兴 其实我应该感到自豪的 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这是一件 勇敢的事情 可惜的是 那时的我 只是感到难过和失望 在经历了这件事 和其他一些不幸的事之后 我陷入了绝望 和怨恨的深渊 我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 我知道这样的心态 十分不健康 我再次退缩回了 自己的世界里 各位听众 本集播下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八集 打败你的不是焦虑 而是对焦虑的恐惧 这是我第一次 恐慌发作 我在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 发现了一个职位空缺 于是用常规的方式 提交了工作申请 令我惊讶的是 我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 所以我做了任何有强迫症的年轻人 都会做的事 我列出了他们可能提出的 任何面试问题 然后就像戏剧演员一样 练习回答 最终我列出了三十三个问题 所以我不仅要应对面试本身的压力 还要应对学习三十三个 独立而冗长的答案的压力 练习的时候 只要我说错一句话 我就会从头开始 没有上量的余地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 我还不寒而栗 我当时完全丢失了自己 强迫自己成为那个 别人想要我成为的人 我就像一个机器人 试图以求学识的方式 机械的功课 目前的难题 必须要更努力 必须是完美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每天凌晨五点起床练习 面试前一晚 我开始感觉到身体异常 有些痛苦 我以前也有过心悸 但是这一次真的很不一样 这次我精神恍惚 同时四肢却很沉重 每次试图练习答案 我都会感到口干舌燥 胃肠翻涌 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惧感 从内心深处慢慢地升起 一种我无法掌控的感觉 我可能唤醒了 自己心中的那个怪物 仅仅睡了五个小时 我就步履蹒跚地上班了 当我坐上地铁 仅仅抓住自己的座位的时候 我既感到沉重 又感到眩晕 我变得非常害怕 但是我要不断强迫自己 忽视心中的害怕 我对自己说 你只要通过面试就行了 我在心里说着 等我到了公司 我都未有了新的问题 我觉得我想去洗手间 绝不是清晨时 让人觉得通畅的那种感觉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 我频繁地进出洗手间 为了平复紧张的情绪 我汇集所有的智慧 想出的办法 是喝一小瓶福特加酒 说真的 没有比这更蠢的主意了 除非我去跳伞 或者是用手榴弹 玩投掷的游戏 当然我并不会那么做 面试的时间到了 我朝人力资源部的会议室走去 希望我走的是一条直线 但是谁又知道呢 我当时精神恍惚啊 当我前进的时候 我眼前弥漫着一团雾 感觉像灰色的 闪烁着的灯光 面对这种情形 很多人都会料到 情况不妙 知那而退 可是我不会 因为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定要走到南墙为止 我早到了五分钟 而面试官却迟到了 这太好了 所以我就坐在房间里 礼貌地喝着一杯水 实际上 我是两口一杯地喝 同时在心里默念 你能做到的 振作起来 你会没事的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就像被绊倒 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一样 我明白发生了什么 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感到头脑中有一股暖流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那是肾上腺素的大量涌动 它沿着我的手臂蔓延 穿过胸腔 当它到达心脏的时候 一切突然就爆炸了 我的心砰砰直跳 声音震耳欲聋 我喘不过气来 四肢沉重的 几乎举不起来 汗流浃背 我想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 这是我第一次 正式的恐慌发作 恐慌立刻对我产生的影响 我不再关心面试 或者我的工作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只知道 我必须马上离开那个房间 我碰的一声推开玻璃门 走到人事专员 和面试官员们面前 他们恰好在这个时候赶到了 我说 我感染了懦弱病毒 我必须马上离开 说真的 我说起话来就像 剪奥斯丁笔下的人物 哪怕已经是吓得屁滚尿流 我还是保持着一种 无可挑剔的优雅 这么说吧 之后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大楼 回到家中后 我多次嚎啕大哭 你终于做到了 你毁了你的生活 还有很多的细节 我就不再一一地陈述了 长话短说 当时我和男友Dan 住在一个公寓里 当天晚上 我在起居室里哭着喊着 跑来跑去 打电话给国民健康服务中心 和他们说我崩溃了 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 他们拒绝了 接线专员克雷格建议我 洗个热水澡 我礼貌地让他滚开 并且派一辆救护车来 而救护车始终没有来 可是我已经在地板上打滚了 因为这样做 看起来是个好主意 Dan吓坏了 可怜的家伙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最后我们发现了一瓶 圣诞节剩下的香槟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 我们公寓里只有这么一瓶酒 于是我喝了一整瓶 冒着泡的香槟酒 睡着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十九集 释放情绪的最佳方法是 找个人聊聊 从这集开始 我们就进入本书的第六章 我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疯子 我一说出这句话就放声大哭 不是因为羞愧 而是因为 我终于能够坦诚地面对 这让我如释重负 我一回到父母家 我就知道该预约看医生 但我不想去 因为我不太可能清楚地描述出 脑子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并不幻想医生会认真地对待我的问题 但在妈妈温柔地鼓励之下 她预约了医生 并拖着我出门了 所以我还是去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和心理医生见面的场景 那是一个大型的翻车现场 我先是拒绝坐下 而后又拒绝脱下外套 只是非常僵硬地坐在椅子的边缘 当心理医生问我感觉如何的时候 我只会来来回回地重复说 很好 是的 不用担心 您呢 就好像我是付钱请她来和我聊天起来的 医生很冷静 举止几乎像一个机器人 我还记得我描述了恐慌是如何发作的 并且像一个小孩似的抽气 她停了停 简单地问我 你试过喝甘橘茶吗 你是在开玩笑吧 女士 我现在几乎崩溃了 我不觉得花草茶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我觉得她根本没有明白我的问题 这让我更加地沮丧了 这次见面很尴尬 因为我不习惯这么公开地 谈论自己的心理状况 我当时深信她会随时对我发作 你这个屁小孩 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不过过了一会儿 我开始放松下来 意识到 心理医生是来帮助我的 并不是把我赶出去 其实 在一个安全的 没有人会评论你的环境里 我和一位完全客观的专家谈话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最后 我完全放开了自己 细细地述说了 所有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事情 我不必担心折磨到别人 或者暴露自己的秘密 相反 我觉得很解脱 与心理医生第一次见面 一般会包括以下的内容 医生会介绍自己和使用的治疗方法 并且大致讲解之后 每次见面的谈话流程 医生会将询问你一系列的问题 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例如 一个星期中有多少天 你会感到焦虑呢 有些问题也可能会令你不安 例如 你是否曾经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 请务必诚实地回答 因为没有人会因此歧视你 心理医生只是想评估你 目前的状况 大多数人 其实也包括我 会在面谈中变得非常的情绪化 所以请戴上纸巾 这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讨论这些你不愿意面对 甚至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事情 确实很难 但是 这也是一种宣泄的途径 释放压抑的情绪和压力 这是一件好事 因此 如果有需要的话 请别控制 你哭出来 也无需道歉 为了在与心理医生的面谈中 取得最好的效果 请一定要诚实 记住 心理医生是来帮助你的 不要难为情 也无需隐藏什么 他们会帮助你发现一些 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 尽管开头并不顺利 但事实证明 这次见面改变了我的人生 医生给我开了架条 以及处方药 人生第一次 我拥有了专业诊断 证明这一切 并不仅仅是我的胡思乱想 我确实有健康问题 尽管这些经历 有些不愉快 但是我还是借此机会 为全科医生辩护一下 他们很容易就被人贴上 冷酷无情的标签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但是他们能够给每个病人的时间 平均只有十分钟 他们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提供茶和同情 所以如果你觉得他们没有同情心 也不要沮丧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帮忙 试想 机械师不会同情一辆损坏的汽车 他们的工作就是修理它 当然 我也认为在这方面 专业医生的服务 还有提升的空间 因为拥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患者 他需要一定程度的理解 而与医务人员的不愉快的经历 可能会阻碍病人 寻求更多的帮助 我记得有次我错过了和医生的预约 因为我的焦虑高涨 甚至无法忍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我给诊所打电话请假 医生告诉我 克莱尔 如果你需要帮助 你真的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什么鬼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两度离开家 都不得不因为恐慌发作而返回 你说更加努力 想象一下 你能够对一个节肢患者说 别用轮椅了 自己走来手术室吧 否则我们不会帮你的 这个例子 其实生动地说明了 精神疾病患者的尴尬处境 不过尽管我非常希望 医生能够在情感层面上安慰我 我确信有的医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比起情感安慰 我更加希望他们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那如何选择合适的心理医生呢 找到合适你的心理医生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从搜索引擎开始 但是我更建议你选择心理健康慈善机构推荐的人选 一旦你获得一名医生的性命 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查 了解他们的背景和资历 那如果不满意 就申请换人 心理健康专家波奇·奈特史密斯 建议你问自己以下问题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打算花费多少金钱和时间 这两个问题都很关键 在购买治疗服务之前 你一定要想想自己能够负担多少费用 每周肯投入多少时间 初次见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医生或者治疗师 他们都很礼貌 态度很随和 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大力地赞同或者是同行你 而是评估你的状况 前十分钟 他们会谈论自己的经验 以及打算如何帮助你 之后 你需要谈谈自己的状况 为何需要帮助 如果你在谈到自己状况时 有些情绪化 这都很正常 去之前准备好纸巾就可以了 亲口说出自己的问题 会使你感到他们的存在很真实 但你也会很沮丧 尤其是当你已经默默地 忍受了他们很久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 你有倾诉的权利 考虑下面这些问题 和这个医生在一起 你感到舒服吗 你可以信任这个人吗 你是否愿意对这个人敞开心扉 谈论自己的问题呢 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 心理医生通常会问你 你想继续与我合作吗 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 我想是的 但我想花一天时间考虑一下 再确定 在这个环节 你不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不用有压力 你也可以问问 是否可以和医生 语音或者视频通话 现在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有时 我会挣扎要不要去见医生 因为去公共场所 本身就会增加我的焦虑感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二十集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修复焦虑创伤 三步法 那天晚上 我决定在谷歌上输入 社交恐虚症 然后心里想着 等着怪胎这个词 出现在屏幕上 可令我吃惊的是 一个网站突然出现了 一个让我开始走上 康复之路的网站 就是 Axiety UK 当我通读网站内容的时候 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激动 事实证明 我并不是世界上 唯一的疯子 我们甚至可以组成一支军队了 一支光荣的军队 在这个名叫 焦虑英国的网站上 他们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已经被诊断过 或者怀疑自己患有恐惧症 我们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应对特定的恐惧症 比如对蜘蛛的恐惧 脸红 呕吐 惧怕孤独 恐惧公众演讲 恐高 等等 任何阻止你继续生活的恐惧 真的有人能够理解这种事情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 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心理健康慈善机构 这真是太好了 但是四年前 我还并不知道这些 焦虑英国的一位接线专员 是我第一个让我敞开心扉的人 我告诉他 我有社交恐惧症 我一说出这句话 就放声大哭 不是因为羞愧 而是因为 我终于能够坦诚面对 这让我如释中复 好好休息了几个星期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迎接康复 其实这就是第一步 也就是公开 多年来 我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 因为我感到很难为情 我抱歉我不断重复这句话 但是如果你摔断了腿 你会感到尴尬吗 我觉得你不会 那么恐惧症患者 又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 需要被大声而清晰地 表达出来 如果我骨折了 我会告诉所有人 并且立即寻求帮助 有些伤口是看不见的 可是却实在地存在着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并不容易 当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但这是我康复过程中的 重要一步 我觉得好像肩上的重担 卸下来了 我不再保守这个 可怕的秘密了 那么 你应该如何公开呢 首先 你需要选择你的观众 选择一个你信任的人 伴侣 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家庭成员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和你认识的人交谈 那为何不试试 打电话给慈善机构呢 像焦虑英国 心灵协会 和萨玛利亚会 都提供保密的电话服务 你担心说什么 很简单 你就说 我有社交恐惧症 我只是想告诉别人 之后 他们就会引导你了 如果想要当面告诉别人 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 就是做好前期准备 就像准备一个 小心演讲一样 不会吓人的那种 对你的听众要有耐心 记住 他们可能并不理解 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但是 他们会倾听你 然后就是选择 合适的时间交谈 例如 不要在他们最喜欢的 电视节目播出的时候 也不要在聚会上 开车旅行 很适合聊天 甚至可以在客厅里聊天 这听起来很俗气 但是重要的是 你可以在 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说话 然后就是告诉他们 你的焦虑 给你带来了什么感觉 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情感上 你甚至可以列出一些 突然出现在你脑海当中的 消极想法 给他们提问的机会 好奇 是很正常的 第二步就是 职场诚实 你可以告诉你的老板 这样做不一定会有什么 好的结果 你要见机行事 那如果你无法告诉 直属领导 也许你可以向同事 吐露秘密 最好是在公司里 有人了解你的情况下 如果你打算和经理谈谈 可能需要通过电子邮件 先给对方提个闲 如果你刚开始一份新工作 在试用期结束之前 先不要提及你的状况 为了安全起见 我相信这个状况 不是必要上报的 但在试用期之后 坦言的时候 你更加有立场 维护自己的雇员权利 你要记住 焦虑是一种登记在案的精神疾病 必须根据2010年平等法案 认真对待 然而 如果你觉得自己和经理不好沟通 那么可以安排一次 与人事部门的会面 他们有责任保证员工的健康 也可以事先准备好演讲稿 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地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向他们保证 这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但也要说清楚 这种状况 偶尔也需要耐心应对 并且鼓励他们提问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会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二十一集 正念冥想 不念过往 不去将来 活在当下 歧视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有歧视事件发生 请联系 改变时刻 进行团队讨论 你真的不必为自己的状况 感到羞耻 第三步就是 前进 倾听你的身体 我只有一个月的假期 但回到岗位时 感觉像是过了一个时代 但是我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特别是经理的支持 这让我倍感欣慰 他和我商定 每周碰头一次 跟进了解我的情况 我不得不接受 在健康状况改善之前 我的事业发展 必须要隔着一段时间 没有必要着急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的身体遭受了重创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后来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来恢复 过程很漫长 但我想认真地走好每一步 最后说到视野 我认为有个目标很好 但是要小心 不要让它成为一种 耗费力气的痴迷 记住 大脑能够承受的压力 是有限的 一旦超过 它就会崩溃 崩溃之后 我终于学到了 这重要的一课 我还意识到 即使外部的压力 让人担忧 你也仍然可以 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坚持做自己就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确实取得了进步 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 取得了进步 我们接下来 要继续来介绍一种方法 正念冥想 它是一种心理训练的练习 它会教会我们 放慢思绪的速度 让消极情绪消失 让你的身体都平静下来 它将冥想和正念练习相结合 可以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 包括完全专注于现在 所以你可以不加判断地承认 和接受自己的想法 感受和感觉 这种方法最近已经成为了一种 热门话题 而Head Dispense 是基于这种方法的一个应用程序 提供免费的十分钟分布课程 每个课程都包括基本的呼吸技巧 并且会指导你如何将注意力 集中在身体上 有些人用过之后赞不绝口 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推崇 正念冥想的基本理念是让大脑活在当下 不要去思考过去或者未来 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及其感受 我总是浪费大量的时间思考过去和未来 不是在思考未来需要做什么 就是在重温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对这种方法所提倡的活在当下 特别感兴趣 老实说 尝试后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喜忧参半 冥想练习要求大家专注于自己的呼吸 但是这会让我呼吸急促 另外 活在当下的想法对我的大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不太容易被接受 我发现自己经常在不经意先溜号去想别的事情了 但是我的APP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 使用Head Spence七天后 我确实开始体会到了一些不同 现在我每周会有三个早晨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为即将开始的一天做好准备 我必须要说 每次的十分钟时间里 我都可以完完全全地澄清在与自己沟通的世界里 而不会有一丝的愧疚感 这个应用的基本套餐是免费的 但是为了解锁剩下的练习 你必须订阅并支付每月的费用 尽管Head Spence是市场上最受关注的此类应用 但也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网上资源 可以教会我们正念名下 最后来介绍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对这种方法的总体态度是 管它呢先试试 而不是期望太多 效果往往就会更好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有用那很好 如果没用也无所谓 先坚持试用十天 再决定要不要继续 本集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会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二十二集 睡衣派对上的射死场景 我真的很喜欢和别人相处 但是 我的焦虑大大削弱了 我在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周末 我要举行一个聚会 你应该来 这句话 会让所有的社交恐惧症患者 心生恐惧 还有一些句子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 下班后去喝一杯吗 或者 你能参加今晚的活动吗 听到这些话 一种恐惧感 油然而生 心里七上八下 胃肠里不断地翻涌 消极的想法 开始在脑中循环 比如 哦 上帝 我不想去 我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一切呢 不 我真的应该去 我会因为无聊或者怪癖而出名的 但是 如果情况很糟糕 如果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谈的 该怎么办呢 不 这太可笑了 不会有事的 哦 上帝 我不想去 嗯 你应该去 但是我真的去不了 这个问题变成了两个半脑之间的争论 需要澄清一下 我并不是一个影视 社交恐惧症患者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头可怜的母牛 或者是一个影视 那种喜欢在黑暗中看电视喝酒的人 郑重声明 我只在周二晚上这么做 而且我很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和别人相处 喜欢社交 但是之前 我的焦虑大大削弱了我在这个方面的能力 这种消极思想的循环 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他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一直伴随着我 每隔几个月都会有家庭聚会 像烧烤 生日 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我来说 最糟糕的是 开车去往聚会地点时 我就会开始为和多年未见的家人朋友 频繁地尴尬地拥抱和问候 而感到紧张和恐惧 我感到父母对我的期待是 在其他成年人面前表现一下 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 不是说他们给我压力 正常的孩子们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学校的事情 在院子里玩坐一堆 他们在客厅里玩厕守番 吃掉很多的食物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融入他们 因为我不想被贴上 什么奇怪的标签 但是不知怎么的 大家还是会用 安静或者是害羞 来形容我 作为孩子 大人谈论你的时候 仿佛当你不存在 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他们会在面前说 你还记得克莱尔吧 桑德拉 他很害羞 说你好 克莱尔 突然房间里所有的眼睛 都朝我这个方向扫来 想看一眼那个害羞的女孩 那个不正常的女孩 至少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十三岁的时候 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他的 睡衣生日派对 这是我第一次 在别人家过夜 兴奋的同时 我也非常紧张 我并不认识 所有的女孩 但是我们会睡在 同一个房间里 如果我打憨怎么办呢 如果我说梦话怎么办呢 我一定会出洋相的 或者更早 如果他们恶意地 捉弄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美国青少年电影里 见过这种情景 之后 他们会告诉学校里的 每一个人 然后 我就会成为笑柄 成为一个被排斥的人 最终孤独地 生活在平民区 你看 我的消极思想 开始于很小的年纪 所以 我想出了终极的备用计划 我会躲在厕所里 用手机玩游戏 聚会上有八个女孩 当然不会有人 无时无刻地想着我 而且 我确信别人 都不那么喜欢 待在厕所 这个计划 万无一失 睡衣派对 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错 我们一起看电影 吐指甲油 吃垃圾食品 然后不知从哪 冒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要玩 真心话大冒险 真是狗事 现在是时候 启动我的计划了 于是我悄悄地 走到了我的 秘密藏身之处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 可惜很不幸 半个小时后 就有人来找我了 我当时正在专注地 玩游戏 听到有人 敲厕所的门 朋友甲说 克莱尔 你在里面吗 是 是的 我在这里 朋友已说 他在里面吗 他在干什么 我当时心想 哦天哪 你们都滚开 而朋友甲又说 你还好吗 你在里面待了好久了 这个时候 是更加恐慌的沉默 不是的 哦 我想 我被锁在里面了 朋友甲说 那你为什么不喊我们呢 天哪 我当时心想 让我现在就死吧 我已经喊了很长时间了 你们没有听见吗 没错 朋友们 我能想到的 唯一的 合理的解决办法 就是 假装我被锁在里面了 要么这样 要么就告诉他们 我便秘了 或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夸张地 翘了翘门把手 让她看起来 好像是真的坏了 我是剧本里的 落难小姐 而不是 躲在厕所里的怪人 一些都会好起来的 不是吗 咱们快静一下 这次的睡衣派对 在一个小时后 我朋友的爸爸 不得不破门而入了 哎呀 事后我觉得 我真的应该去玩 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的 我就是一个撒谎精 尽管第一次尝试 是灾难性的 但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 执行这个计划 唯一区别 是我将场所升级到了 公共场所 我可以躲在更多的隔间里 如果再次暴露 我还可以假装自己生病了 不是吗 第二十三集 聚会不是社恐地狱 而是武装自己的练兵场 尽管有一些紧张 但是每个人参加聚会和社交 都是为了更加开心 而不是为了更加痛苦 你的焦虑可能正在 试图扭曲这一点 但是 请尽你所能 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我曾经因为有人提议玩桌游 而离开派对 我说离开 实际上是我落荒而逃 我又用了 诺如病毒的那个借口 我想象自己每个问题都答错了 表现得像个白痴一样 不过可惜的是 之后听别人讲那次桌游是很有趣的 而我又真的特别喜欢桌游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小贴士 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你在社交场合做好准备 你一定要记住 与现实相比 你头脑中的社交 总是比现实中的更糟 你会吃惊于 我们是如何自己吓唬自己的 以我的经验来看 开始的五分钟是尴尬和奇怪的 但是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之后 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多了 因此 现身聚会前 请记住下面这句话 它可以帮助你平复焦虑 你要想 现在是我感觉最糟糕的时候 那从现在开始 只会越来越好 至少提前两天决定 你要穿什么衣服 这个看似很简单 但是至少你可以少担心一件事情 这有助于缓解你的焦虑 然后就是选择一些简单舒适 但是同时也能够让你感觉自信的一副 另外就是 看在上帝的份上 请不要在活动前尝试新的化妆造型 或者是发型 因为我们以往总是喜欢这么做 这有九成的可能性 会出错 从而增加你的压力 带着焦虑去参加一个活动 就已经够难的了 更不用说 还要担心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变装女王 诚实地告诉另外一个人 你的感受 你不必太把它当回事 只要说 我今晚有点紧张 我肯定会没事的 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来舒缓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减轻一些压力了 另外就是 可以给自己来一杯酒 酒壮怂人胆 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并不是说 酒精是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 它也不应该被用作一时的解药 但是说实话 它通常会让人们放松神经 就喝一杯 而不是五杯 你不会想成为那个 喝得烂醉 然后掉进灌木丛里的蠢货 对吧 通常情况下 酒精是有安慰剂效应的 但是希望你不要依赖它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对着镜子练习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请你听我说完 有时我会面带笑容 对着镜子练习说话 一开始会感觉很奇怪 但是确实有帮助 在进入会场前两分钟鼓励自己 语言要积极肯定 比如 你真的太棒了 哦 我的上帝啊 你是这里最酷的人 大声地在脑子里说出这些话 这会让大脑充满快乐的内飞态 帮助平衡神经 这个短暂的助力会帮助你跨过那扇门 还有就是可以提现做一次 认知行为疗法的思维图表练习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吗 可以去试一试 那如果真的恐慌还是发作了 那停下来耐心地让它发作一会儿 还记得第二章当中的暴露疗法练习吗 恐慌发作是件好事 因为它会令你体会到这种感觉 这只是一种感觉 而不能证明即将发生更加糟糕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对于参加聚会和派对的时候 如何克服恐惧和焦虑的几个方法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第二十四期 对外表感到不安并非焦虑者所独有 如果你有社交恐惧症 那么你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外表也很纠结 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安并不是焦虑者所独有的 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 它从青春期开始就伴随着我们 我前面提到过 十二岁至十七岁的时候 我想变成金发碧眼 皮肤幽黑 胸部丰满的姑娘 说真的 这很糟糕 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些廉价的美黑霜的气味 我也经历过粗创的爆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 二十五岁左右 我说的是那种很痛的浓包 它们在我的下巴周围 层出不穷 这张脸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但是从好的一面来看 这种不安 确实帮助我在年轻时 就掌握了一些出色的化妆技巧 如果你也有搓疮 那么这里有一些小建议 如果这种情况对你而言从未有过 那就应该去试试看看医生 因为可能是荷尔蒙作祟 另外就是可以喝大量的水 可以从内部冲洗你的毛孔 也可以多吃鲑鱼 它可以补充Omega-3脂肪酸 还可以看看美妆博主 卡罗林·西伦斯的网站 它的建议都是金玉两眼 另外就是一定要记住 不要用牙膏来涂错窗 这是无稽之谈 它只会使皮肤变干 而不会是浓包干枯 可以使用含有水羊酸的产品 这个酸挺起来是很可怕 其实不然 水羊酸能够去斑 并且不会留下疤痕 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 糖分会使身体产生皮脂 皮脂的堆积会引起浓包 而最重要的是 不要试图去挤破那些浓包 这些是你皮肤下的肿块 我花了五年时间 才最终接受一个事实 你永远无法靠挤压 来赢得与挫创的较量 相信我 我知道想摆脱它们的欲望 是有多么强烈 但是激怒它们是没有用的 你只会留下疤痕 并且传播细菌 而最后的办法就是 别打扰它们 使用水羊酸产品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 对外表不自信 但是最重要的是 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我不仅仅是稍微没有安全感 我甚至确信自己是一只丑小鸭 并且十分笃定这一点 有时候我每十分钟 就得去一次厕所 检查我的刘海 是不是还保持着造型 大家过去常常嘲笑我臭美 其实它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父母和朋友 永远无法理解我 我妈妈会说 你真是个漂亮的女孩 克莱尔 可我就是无法相信这句话 以下内容听起来可能像一个 无聊的家伙的说教 但我还是要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主要是因为 你开始不再那么在乎了 你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 转而专注于其他的事情 最终 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 对个人外表的焦虑 没有人应该觉得自己丑陋 我们必须一步步化解这个问题 就这样 才可以为自信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 但闲逛一下 重复诸如 我是女神这样的自我肯定 对我来说 是丝毫不起作用 认知行为疗法是非常有效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的方法吗 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可以向法官证明 你很丑吗 实际上 真的有很多人大声地告诉你 你很丑 你很胖 你耳朵很大吗 没有 除非是兄弟姐妹间的冷嘲热讽 那个不算数 我花了很长时间 最终接受自己 无法决定外表这个事实 我想要金色的头发 可是我的头发是棕色的 我想要绿色的眼睛 可是我的眼睛是蓝色的 我想要曲线美 我想要苗条的身材 在那些我自命丑陋的日子里 我感觉真的很糟糕 并且有想要避世而居的冲动 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的想法 现在虽然我每天都想感到超级自信 但是我已经接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现不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来介绍一个小贴士 当你感到脆弱的时候 不要去看那些时尚杂志 更不要用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完美照片 来折磨自己 合理控制照镜子的时间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镜子上瘾 那就严格一点 每小时只允许自己看一眼 你看的越多 只会让你感觉更差 各位听众 本集播交完毕 感谢你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我们稍后继续 第二十五集 这世界那么多人 很幸运有个我们 如果你有社交恐惧症 约会可能会很棘手 去见陌生人去谈论自己 然后还要有激烈的眼神交流 一想到这个 我就很紧张 老实说 第一次约会 基本上就是一次酒后的面试 而且事后 还要全面地做复盘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你时刻都在被判断和评价 约会之后 我会在脑海中回放每一句话 约会给我带来的问题 不仅仅在面谈层面 发短信 网络聊天 也被包含在内 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些 令人讨厌的陷阱 告诉我 一条短信 是如何改变 你一整天的心情的 不管你是通过了考试 还是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或者是 找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 一条来自你喜欢的人的 令人失望的短信 都会让你感觉到一团糟 下面是几年前 我约会过的一个男孩子 和我之间的一段 文字信息交流 请注意 我花了大约三十分钟时间 才编辑出一些真正 诙谐 炫酷 但有调情的话 我说 下午好 陌生人 猜猜我是谁 昨晚碰到你 真是一个惊喜 其实根本不是惊喜 我穿着我最好的裙子和新鞋 提前查看了他的脸书主页 以确保他会出现在那个酒吧里 我在信息里继续说 如果你方便 我们这周见个面怎么样 在两个小时后 他发来了回复信息 他说 不知道 我现在身无分文 然后付了一个 哭脸的表情 这就是我得到的回复 说真的 你们看到我写的信息 是不是文采洋溢 我的短信简直就是 教科书记的范文 他甚至懒得连 我不知道这几个字 都没写完整 我整个下午都在痛苦地 等待着他的短信 然后整个晚上 都在琢磨他的含义 在内心深处 我知道他不是那么喜欢我 但是我就是 无法停止琢磨 我之前怎么跟你们说的 不入脑 才是大脑中 最强壮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容易被信息干扰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把手机交给你的朋友 相信我 这样可以去除诱惑 你也会感觉更好一些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 喝醉的时候 给别人发短信 所以晚上九点以后 我最好的朋友 会自动地没收我的手机 以防这样的万一 在伦敦生活了一个月后 我的室友认为 我需要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他说服我 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 但是现在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 我认为交友网站里面 大多都是变态 和练同匹 但是那个时候 喝过一杯葡萄酒之后 我愿意尝试一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我就是这样 认识了我的男友 Dan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我都不敢相信 自己会去见 这么一个陌生人 我当时都在想 他有没有可能 是一个杀人犯 在乘地铁去卡姆登的路上 我仔细检查了 自己的脸蛋和头发 看看有没有瑕疵 作为一个外表完美主义者 我总是能够 找到自己的缺点 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好吧 这太奇怪了 不算是良好的第一印象 不过他一上来就拥抱我 而我更喜欢握手 所以我们都有失礼之处 见面的时候 我的身体症状一直在加重 尤其是脸红和颤抖 我的手抖得尤其厉害 我不得不把手压在身下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而我呢 只想对他尖叫说 你别盯着我看了 休息五秒钟好吗 只要能够让我喝几口酒 我就会放松平静下来 可是他一直盯着我看 终于 很幸运的 他弯下腰迹携带了 我看准机会 一口气干掉了半杯酒 当我正式开始和戴恩约会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崭新了 正如我试图在工作中 重塑自己一样 我也希望在私人生活中 给别人留下正确的印象 即我是一个有趣而轻松的人 而不是一个躲在厕所里的疯色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第26集 包容与理解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有一天下午 我们在伦敦市中心闲逛 周围是一片美丽的玫瑰色 他突然对我说 我的朋友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 你愿意去见见他们吗 我当时只能用一个词 来总结我的内心反应 啊 我的头发看起来一团糟 衣服也不合适 也没有机会去喝酒 呃 当然 听起来不错 我很乐意 我用最快活 最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们才在一起三个月啊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疯狂的一面 可是十分钟后 我们就到了酒吧 Den对我说 我想他们在最里面 呃 你要喝点什么吗 我去拿一杯 好啊 不过等一下 我们先过去打个招呼吧 哦 一点也不麻烦 你先进去吧 我一会儿就来 不 我们一起过去吧 我当时心想 你就让我去吧台吧 你这个混蛋 我必须得喝上一杯酒 呃 你没事吧 呃 当然没事 那我们还是过去吧 当我俩走向他的朋友的时候 我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我需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但是我注定 要悲惨地失败了 当他介绍我的时候 我感到自己的脸红了 我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怪胎呢 所有人都是那么地友好 而且很幸运 他们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 所以我认为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当时的尴尬 更没有注意到 我笑得像一只磕了药的柴菌猫一样 二十分钟后 戴恩转向我 我去一下洗手间 没问题吧 呃 当然没问题 可是我当时心想 如果你胆敢把我留在这儿 和这些陌生人在一起 我一定会扯断你的脖子的 像这样的交际场景 这里也有一个小贴士 其实你可以事先给朋友发短信 将自己的感受坦诚地告诉他 你会注意到这个建议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因为他对我真的很重要 城市可以减轻你的一些痛苦 我通常给朋友发短信说 这次约会让我非常紧张 请给我一些鼓励和赞美好吗 还有就是提前到达约会地点 不用提前一个小时 十分钟就够了 没有什么比有人看着你 匆忙感到更加的尴尬的了 你可以利用早到的这段时间 来减压 让自己适应会面的环境 另外呢 如果你的情绪真的出现了波动 你可以趁机自我调整一下 尽可能让自己感到舒适一些 在我赶去和Dan约会的路上 我的鼻头仿佛是一片大油田一样 油光蹭亮 倒影可见 在那种情况下 提前到达可以让我用足够的散粉遮住我的脸 当你的约会对象到达的时候 表现得好像你刚到一样 还有就是提前写下 你可以讨论的话题 电影 工作池子等等 把它们放到你的手机里 然后时不时地假装查看短信 另外呢 尽量不要对整件事情过于兴奋 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你只是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如果一切都搞砸了 你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 算不上是世界末日 如果发现自己激动起来了 也没有关系 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让大脑清醒过来 还有就是约会之前 可以进行一次认知行为疗法的思维图表练习 可以消化一下自己的那些负面想法 那次的聚会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之后 在我们第一次度假的时候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哭泣 因为我再也无法掩藏我心中的恶魔了 焦虑一如既往地爆发出来 幸运的是 她仍然爱我 爱我的浴室疯狂 以及我的一切 但是我并不建议你们 把自己的恐惧症 以这种戏剧化的方式 来告诉你们的伴侣 五年过去了 我们仍然在一起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剧完毕 感谢收听 请记得点赞 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人 稍后继续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高峰时期的公共交通状况 糟糕透了 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描述了 真的 大多数 大多数焦虑的人都很难忍受交通状况 我也不例外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现在是早上八点十五 像往常一样 你离开家去上班 当你走进当地的地铁站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站台上已经是挤满了人 但是你已经别无选择 只能是挤进去 毕竟你必须去上班呢 当地铁到达的时候 情绪激动的人们开始互相地推起 涌动向前 车门一打开 里面满满的乘客几乎要溢出来 那些挤在你周围的人 大声地呻吟着 哦 看在上帝的份上 拿出无论如何也要挤上地铁的镜头 于是你被人流紧紧地困在中间了 突然间 你发现自己被挤压到一群陌生人身上 彼此的距离连一厘米都不到 你被困住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握 地铁颠簸着开动 天气太热了 站在你左边的男人背得翻布包 几乎可以戳进你的胸口 角落里还有一个女孩在尖叫 你只能安慰自己 没关系 很快就会结束的 地铁进入了下一站 更多的人涌上来 你害怕到几近崩溃 你的脸深深地埋在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头发中 你根本站不直 你无法正常呼吸了 开始感到恐慌 你的眼睛疯狂地左看右看 寻找逃跑的机会 我要晕倒了 如果倒下 肯定会被踩成肉泥的 我要下车 你又煎熬了十分钟 地铁停靠在了中心地段的车站 大量乘客从车厢里拥了出来 你也被这股波浪卷到了岸上 你跌坐在站台上 手脚发抖 眼泪夺快而出 这并不是你要去的车站呢 可是 你已经无力再回到车上了 这就是我上班迟到的那天的事 当我最终到达公司的时候 一位同事问我 为何满脸泪痕 了解之后 他也同情地说 大家都很讨厌高峰式的通勤 但是 只能适应啊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没有人喜欢像牛一样 被挤压到其他的乘客身上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糟糕到 令理智礼貌的人 都变成了愤怒的公牛 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这种折磨 然而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 在公共交通中遭遇的困难 人们是缺乏了解的 这令人担忧 如果坐在轮椅上 人们就会突然明白 但是 恐慌发作 哭泣 却只会让一个人显得 戏剧化和脆弱 这位同事后来 咧着嘴笑着说 你需要坚强一点 当时我觉得有道理 但现在 我有点恼火他的不理解 那接下来 我就来说一些小贴士 我们不能指望 公共交通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因此大家 继续高峰通勤的时候 这里有一些小建议 首先我们要确保在出门前 吃好东西 喝好水 恐慌发作不会导致昏厥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 滴血糖 我费了好大劲才发现这件事 我男朋友不得不把我 从地铁上拽下来 然后就是 总是随身携带一瓶水 还可以创建一个放松的音乐播放列表 或者是听一本有声读物 来分散注意力 比如你现在正在喜马拉雅听评格来讲书 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恐慌了 那么做一些复始呼吸 这会增加你体内的氧气含量 如果地铁太过拥挤 觉得不舒服 那就不要上车 准时上班 并不足以成为牺牲我们健康的理由 如果真的是在苦苦地挣扎 你就和老板谈一谈 询问一下你是否可以一周在家里工作几天 还有就是早点出门 我知道这并不理想 但是早点出门 是避免过度拥堵的好办法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锻炼身体 阅读或者悠闲地吃早餐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请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人 稍后继续 第28集 陌生场合生存指南 别和情绪做斗争 对我来说工作是最困难的 有时候工作就像是一场直播表演一样 你需要表演 需要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 做自己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 为了配合客户 我过去常常需要模仿身体语言 口音 甚至语调 有一次 我甚至发现自己在摆一个姿势 这真是让人筋疲力尽啊 我并非自然地适应了工作当中的大量社交活动 而是渐渐适应的 我还训练了自己如何自信地与他人交往 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 领导要我照顾两位来自一家知名超市的采购员 我分别以甲乙两人代称 于是我们就有了45分钟的痛苦对话和尴尬沉默 很明显 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蹭免费的酒喝的 这是很常见的 同时呢 也见见那位著名的作家 我们的对话就像是在玩20个问题的游戏一样 只回答是或者否 我问他们 你今晚过得愉快吗 甲说 是的 我又说 你去过很远的地方旅行吗 乙说 是的 我又说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甲说 不用 我又说 哦那你们来的路上是你开车吗 我是想开个玩笑的 甲和乙却沉默了 我又说 这是一本很棒的书呢 你们看过了吗 乙说 没有 甲又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就是那位名人作家 我当时的想法是 在我狠狠地踢你们的屁股之后 毫无疑问 任何工作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达到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社交场合 走进人群和噪音汇成海洋 拼命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该找谁谈呢 我应该站在哪里 我要说些什么呢 在大城市生活的四年里 我学到了一些生存技巧 首先要记住 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反应 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怪胎或者是败犬 进入一个工作场合 房间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会有和你类似的担忧 他们可能会用大声的交谈和灿烂的笑容来演示 但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因为别人认可而欢欣雀跃 原因无他 我们毕竟都是普通人 关于来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第一点就是你不要迟到 匆忙只会加速心跳 让你感到慌乱 最好是在到达之前 有足够的时间再梳洗一番 并且提前适应周围的环境 在这种场合中 一定要想办法尽量让自己感到舒适 确保不要背沉重的手带或者是大汗淋漓 如果你迟到了 也不要立刻地冲进房间 在门口停下来深呼吸两分钟 让你的心率先稳定下来 身体语言很重要 哈佛大学研究员艾米卡迪谈到了 能量姿势的重要性 如果在进入令你紧张的环境之前 采取一个高能量的姿势 比如说两手高高地举起 或者把两手插在腰间 那么这样的高能量姿势 可以让你感到更加的自信 第一次读到关于能量姿势的文章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靠某种站姿就能够提高我的自信心 这是真的吗 但是在长续过后 我就真的成了一个信徒 这些姿势对体内的荷尔蒙 有积极的影响 你可以在参加活动之前 尝试几分钟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私下尝试 下一条建议就是 第二章当中的 认知行为疗法的思维图表练习 我们来提前挑战 任何消极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热身闲聊是一个挑战 那么提前写下几个话题 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推荐的话题有 你去过远一点的地方吗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这个周末也会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他们可能听起来很憋脚 但是他们很简单 并且可以确保对话就此开始 下一个建议就是 不要和你的情绪作斗争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同事的拒绝或者尴尬事件 你只需要去洗手间待上五分钟 记住那里是避风港 然后释放你的感受 你不要去压抑它 提醒自己 你不是怪物 你做得很好 为自己付出的努力 感到欣慰 然后离开洗手间的时候 把头高高的昂起来 再过一个小时 一切就会被遗忘了 拥抱你的感受 接受它 感受它 使它合理化 然后忽视它 继续前进 不要整个晚上都带着 消极的想法和情绪 最好只让他们上台几分钟 然后就让他们下场 那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 那就喝几杯葡萄酒 让情绪释放一下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因为 你走出了舒适区 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不能控制的事情上 而不是 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上 例如 你无法控制 别人对你的看法 X战警当中的 X教授可以做到 但是 你不能 然而 你可以控制 你对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条建议就是 寻找更加容易的目标 从小事做起 不要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就去和总经理谈话 你可以在房间的角落里 寻找一个独处的人 或者是一个小团体 很可能他们也会觉得尴尬 并且很开心 你能够注意到他们 最后一条建议就是 不要和熟人待在一起 尽量抵制和亲密同事 在一起的那种诱惑 鼓励自己和陌生人交谈 根据我的经验 你独自建立人际网络 要比在一个团体中 容易得多 因为你独自一人时 会更加有动力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或者你至少去尝试一下 你就会在参加 下一个活动的时候 更加的从容 因为你知道 自己能够做到 此外 如果你从属的小团体 分散开来 那么 每个人以后都可以 更加容易地 加入其他的团体 因为你们可以 互相地介绍引荐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请记得点赞 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 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人 稍后继续 第二十九集 演讲不是噩梦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准备 请允许我在公众演讲 这部分内容中发会一下 因为如果你有社交恐惧症的话 那么公众演讲 将会是你最糟糕的噩梦了 对我来说 公众演讲不仅仅是意味着 站在台上 面对观众 它还意味着 你要在会上发言 或者在宴会上 向人们重述一件意识 基本上它意味着 全方位地被别人观察到 对于一些人来说 被观察是自然而然的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这是极其不自然的 这种分歧很正常 然而 公众演讲是一项 可以习得的技能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 当我处于神经崩溃的 早期恢复阶段的时候 我几乎不能坐在会议室里 更不用说参加会议了 我要着重强调一点 在你试图利用公众演讲 建立自信之前 你一定要有一个 稳定的精神状态 关于演讲 我也列出了一个小贴士 这里有几点需要提醒大家 首先就是事先练习 即使你只需要在会议上 说几句话 也要事先练习一下 最好是对着镜子练习 这会让大脑 对所讲的内容 更加的熟悉 也会让你习惯 在正式场合大声说话 令人惊讶的是 在正式场合大声说话 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渴望不可及的 如果你有诸如脸红 或者发抖这样的身体症状 那么 你可能需要和医生谈一谈 是不是使用 心得安这种药物 它是一种β受体组织剂 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提到的 这种药物会有所帮助 我不想听起来像个药贩子 但是 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它的效果可谓是力竿见影 必要的时候 我会提前15分钟去服用它 一位运动心理学家曾经告诉我说 试着想象你心里的七上八下 实际上是兴奋的火化 你将会表现得很出色 你已经等不及要上台发表演讲了 这听起来有点牵强 但是尝试起来还是有些作用的 你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会成功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向大家展示我的才华 说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微笑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一定要事先摆一些能量姿势来提升自己 比如把两手举得高高的 或者把两手插在腰间去试一试 当一天结束的时候 就算一切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你可能还没有找到感觉 没有关系 下次会更好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你要为自己的努力感到骄傲 下面是我过去三年当中所做过的 与公众演讲有关的活动清单 我列出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纯粹为了说明 即使你有社交恐惧症 在公众场合演讲 也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 请记住 当医生第一次给我开出停止工作的诊断的时候 我可是连家门都不敢迈出一步的 这三年来 我做过这么一些跟演讲有关的事情 比如站起来 在15个人面前玩猜字游戏 还有就是一个人主持一个会议 受邀参加电台的节目 接受一个纪录片的采访 在100个人面前 做了两次与工作有关的演讲 在萨玛利亚会的慈善活动上 做了20分钟的演讲 其实我是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和大量的练习 才完成以上这些的 但是 我最终真的做到了 记住要善待自己 有心理问题的人倾向于自责 和贬低自己的任何成功 例如 我为什么要为自己 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而感到骄傲呢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就应该能够做到的 对吗 我不应该为自己欢欣鼓舞 这只能说明 我是多么的软弱 如果有人在 安迪木雷得到质胜一分后 对他说 哦 你把球打过网了 真了不起 那场景简直无法想象 木雷可是网球高手啊 事情很简单 如果你发现事情有些困难 但是 你还是努力做了 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 这就是成功了 你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改善你的焦虑感 这已经很棒了 因此 我希望你不要使用以下的短语 比如说 这没什么 仅仅做了点事 本来我就应该做到等等 相反 你应该感到骄傲 并且奖励自己 奖品可以是任何东西 一块巧克力 一瓶香槟 或者是一辆汽车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 一定要让你的大脑 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请记得点赞 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稍后继续 第三十集 合理拒绝 一步步提升 自我价值感 想要得到家人 朋友和同伴的认同 这是人类的天性 没有人喜欢被拒绝 然而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快乐和内心的平静 不能由别人的情绪 和认可来决定 很多人 也包括我 喜欢去取悦别人 而且一直如此 理论上不错 但实际上这样做 会让人精疲力竭 且毫无成效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 比其他人 让我们更加焦虑 更多的取悦 也无法改善这种状况 我们害怕组织 和其他人一起的社交活动 因为我知道我会做错事 不可避免的 我会选错餐厅 或者是选了不方便的时间 或者座位也不对 我们不得不换一桌 整个晚上我都处于紧张状态 拼命想让自己高兴起来 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需要第二天再花半天时间来恢复 我非常怀疑这些人 是否意识到了 他们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我的错 因为是我自己过度焦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意识到 意见分析会令人不愉快 但确实会发生 它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 不要害怕说错话 每个人都有断言的权利 如果引发不快和愤怒的言语冲突 尽量不要惊慌 部分原因可能是震惊别人的 他们不习惯被反对 做出了情绪化的反应 而另一方面 有的人只是相信自己是对的 并且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只要他们的回应不是针对个人 比如说说你是个白痴 那就没问题 当然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就可能会引发紧张气氛 尤其是当你 对于冲突气氛十分敏感的时候 就像是很多事情一样 这也需要练习 当然 不要为了说话说话 我们的话语必须有意义 首先深呼吸 如果你真的不能继续对话 那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再谈 我来举个例子 每次我和一个朋友约见 他总是会选择一个最合适他的时间和地点 我以前总是会妥协 尽管这样对我很不方便 但是有一天 我决定要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利益 我很害怕他会生气而拒绝见我 但是我需要尝试一下 我的朋友说 你明天还想去喝一杯吗 我想我们可以去那个复古酒吧 喝点鸡尾酒 基本上从他住的地方走路 十分钟就到了 而对于我来说呢 却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 我说 事实上那酒吧对我来说太远了 我想我们可以选一个中间地点见面吧 我的朋友停了一下 他说 呃 这都很忙 我累了 我想去我家附近的什么地方 你介意吗 我深深地呼吸 我说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我希望你有个轻松的周末 问题是我自己也很累 但是我真的很想和你叙叙旧 肯定有一个地方离我们俩都不远 我的朋友说 那我可能去不了了 这个星期真的是糟透了 好吧 没问题 这个周末就好好休息吧 听上去好像是失败了 但实际上却是成功了 如果是在过去 我可能会坐一个小时地铁过去 然后回到家还得沮丧几个小时 为什么他总是这样为所欲为 事实上 是我纵容他这么做的 他并不是一个恶毒的人 事实上 他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只是 习惯了对我 没所欲为 放下电话的时候 我浑身发抖 各种各样的烦恼涌上心头 我想 要是他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应该答应和他见面呢 但是我又深吸了一口气 回到办公桌前继续工作 一个小时后 他回了电话 向我道歉 并且同意让步了 最困难的是 迈出这第一步 关于拒绝 这里有个小贴士 你可以想出一些关键词 并且大声地说出来 我会在镜子前做这个 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 比如说 其实我午餐不想吃寿司 我们能去别的餐厅试试吗 如果你能来接我就太好了 我想这个时间坐公共汽车的人会很多 请不要叫我白痴 因为这真的伤害了我的感情 对不起 我今天不能和你见面了 因为我工作了一整天 很累 这些委婉的拒绝 看起来是很微不足道 但是都是很好的起点 通过这些表述 你可以体验 与别人意见不一致时的不是 并且以此为基础 继续发挥 另外呢 还有一些 一定要做和 一定不要做的事情 一定不要事事都和别人争执 只选择那些真正让你烦恼的人和事 不要只是为了挑战而挑战 不要咄咄逼人 一旦你用愤怒的言语攻击别人 你就输了 最好是保持对事不对人 专注于正在讨论的内容 例如 不要说你总是让我来找你 你太自私了 而要说 我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中间地带 另外就是不要过分解释你的决定 如果你拒绝了邀请 对方问你为什么 要礼貌 但是简短地回答 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决定解释很多 除非你是错过了他的生日 在遇到真正让你感到焦虑的人之前 一定要完成一个认知行为疗法的思维图表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 可以用它来化解这些消极的想法 对你有益 最后就是 不要屈服于同伴的压力 一位同事曾经劝说我和他一起出去玩 为此他在其他人面前不断地说我无聊 这种玩笑很正常 但是他确实让我略觉尴尬 尽管他无情地施压于我 我还是微笑着拒绝了他的邀请 并且表示 下次有空再去吧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31集 自我怀疑的21天改变计划 上集 在面对焦虑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一个亲密敌人 就是我们自己 自我怀疑引发的焦虑 它并不会引发你身体的症状 也不会对你恶语相向 相反 它会用善意来打击你 自我怀疑产生的焦虑 是一种非常隐蔽的焦虑来源 焦虑十分狡猾 它可以转化为多种形式 就像是一条变色龙一样 请记住 无论怎样变化多端 它的目标始终如意 就是让你陷入困境 并且进入恶性循环 长久以来 我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条狡猾的变色龙 经常幻化的三个角色 并且掌握了与它周旋的技巧 自我怀疑常常表现的第一个角色就是老虎 这个角色不容忽视 我经常把它想象成一个男性 它会引发非常激烈的身体症状和沮丧的想法 比如说 停下 你不能这么做 马上离开 它经常在紧张的事件发生之前出现 当它需要关注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爪子压在你的背上 是一种极其沉重的负担 老虎也会在夜间出现 它是失眠的掌控者 它会在你的脑子里说 你睡不着 明天一听又会很疲惫 什么事都应付不了了 对付这样的自我怀疑的治疗方法就是 复视呼吸练习 大家可以参考之前我们提到的内容 承认并且接受老虎的攻击 不要反抗 允许自己感到害怕 然后继续前进 或者是按照暴露疗法的步骤进行 这一点可以参考前面的内容 自我怀疑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恶霸 这个角色通常是残酷刻薄的 主要的手段是 挑起你对所有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的 情绪症状 比如在面对社交场合的时候 你的内心可能会说 你真可悲 谁想和你说话呀 你会让自己难堪的 你是个失败者 这听起来很熟悉对吗 这就是恶霸的声音 对于这种自我怀疑导致的焦虑 它的治疗方法就是 不要争论 因为你不会赢 相反 你做一个认知行为疗法的思维图表 或者是做一个积极再想象练习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参考前面的内容 花点时间好好地做这些练习 让所有消极的想法都浮出水面 拥抱它们 允许自己感受一下消极的情绪 之后把它们合理化 然后继续前进 第三个角色就是亲密敌人 它是所有角色当中最隐秘的一个 我把它想象成女性 它会说服你 无所事事 实际上是正确的决定 它不会引发你的身体症状 也不会对你恶语相向 相反 它会用善意来打击你 它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角色 因为它真的很隐蔽 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多年来一直有恐惧症的问题 他最常使用的应对手段就是 避免任何让他感到焦虑的情况 而悲剧就是 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在这样做 比如我这个朋友说 我一直在想亚当的派对 我决定不去了 我最近做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很累了 可能还有点荷尔蒙作祟 我打算再加过一个轻松的夜晚 看看电视什么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理解的 我想 不 你知道我听你说这个 说了多少次了吗 你正在被欺骗 陷入焦虑的骗局 你去参加聚会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最后你会做到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认为放松是很必要的 睡眠和休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当你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时候 然而 他们也可以被用作借口来逃避生活 逃避解决问题 亲密敌人会欺骗一个人相信 如果他们只是放松一下 不去参加聚会 会议 度假 他们就会感觉更好 事实上 这种方法不能够解决问题 相信我 如果这方法管用的话 我几年前就痊愈了 相反 你只是被欺骗着 回避使你紧张的事情 导致你大脑里的焦虑信念 愈发地加强 而根据我的经验 当一个人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焦虑的时候 这位亲密敌人就开始施展他 狡猾的手段了 人类是具有习惯性的生物 新的习惯是不容易形成的 事实上 开始一个新的习惯 常规是大脑最难接受的事情之一 将大脑想象成一个 不想学习新科技的老人 他在低吼 不要 不要改变 所以 如果你发现CBT 也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练习 正念练习一开始很困难 不要感到惊讶 这完全是正常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 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32集 自我怀疑的21天改变计划 下集 从容应对那些自我怀疑的攻击 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应对他们的心理习惯 同时 这种习惯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为这种改变制定一个21天改变计划 根据研究 养成一个新习惯需要21天 但是 没有人解释过这背后的原因 随着时间推移 我把这21天分解成了三个大脑阶段 第一个就是攻击的大脑 第二个就是 鬼祟的大脑 第三个就是 积极的大脑 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阶段是 攻击的大脑 如果你幸运的话 新生活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将会顺利进行 你会充满积极的能量和热情 但是第三天你会突然意识到 你的想法是 你这个愚蠢的女人 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呢 你不可能保持住这种状态 你应该现在就放弃啊 这个时候你的情绪是 痛苦 愤怒 和沮丧 你的身体会感到过度疲劳 疼痛 和迟钝 这是你的大脑在疯狂地拒绝接受你的新习惯 这是 改变的常态 这些反应通常会 持续至少五天 所以 你要坚持住 第二个阶段就是 鬼祟的大脑 到现在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 攻击性症状已经开始消退 但是随后 一些其他的东西 开始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 你昨晚没有睡好 今天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你的情绪是冷漠 自怜 你的身体会感到昏昏欲睡 毫无兴趣 千万别被骗了 这个是个骗局 这个亲密敌人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和善的策略来破坏这一切 坚持继续你的新的生活习惯 第三个阶段就是积极的大脑 现在是最后一个星期了 你很快就有成功了 突然间大脑变得十分的配合和支持 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 你做得这么好 你应该感到非常骄傲 那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奖励呢 这个时候的情绪是满意 平静和快乐 你的身体会感到很放松 这部分通常会让我上钩 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个骗局 这是亲密敌人在施展他的白莲花招数 你已经到了最后一关了 所以现在千万不要停下来 这是你的大脑最后一次试图用善意来扼杀你的新的尝试 第三周之后 维持你的新习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几乎就像你原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但既然像我这样一头懒猪都能做到 那么相信我 你们都有机会的 关于改变这些心理思维习惯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我列出了应对大脑三阶段的有效措施 以我开始健身的事件为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改变诉求来加以调整 首先就是一定要严格 通常在生活中我们免不了要妥协 但是当你开始改变自己习惯的时候 百分之百的坚持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当闹钟响起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 赶紧爬起来 或者如果你决定下班之后去健身房 那一定要去 不要思考 第二就是动力 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比贿赂自己更加有效的了 例如 我会在出门健身前做蓝莓煎饼当早餐 只需要十分钟 而且边吃边看肥皂剧 第三就是思考未来 试着想想你以后想要的感觉 而不是你现在的感觉 没有什么比对自己失望更糟糕的了 这太让人沮丧了 所以当消极的想法开始的时候 我想 我知道如果我将来做到了 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第三就是奖励 当你完成了一个阶段 奖励一下自己 我通常会奖励自己喝星巴克咖啡 正向强化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记住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 任何事情 无论大小 只要你去做就是好的 例如以下的任何行为 比如去看看医生 和他谈谈你的焦虑 与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师 预约一次会面 戒掉咖啡或者是酒精 去参加那个活动 及时这会让你感到焦虑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预先和自己约定好 比如说 我只需要待一个小时就好了 还有就是定期去读书俱乐部 或者下班之后 多和同事聚会等等 小心提防那个亲密敌人 我和他周寻过很多次 现在有时也会这样 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善过任何状况 就像经常推迟牙医的预约一样 待在家里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安全 但是你的牙齿就会慢慢地腐蚀掉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三十三集 关怀涉孔者 理性安慰有用吗 那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就进入本书的第十一章 这一章的标题叫做 知识系统 给守护者的建议 这一章内容主要是介绍 当我们身边有一个亲人 他属于社交恐惧症患者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保护他们 甚至帮助他们去恢复呢 心理疾病的最大问题就是 缺乏指引 他和身体疾病 比如说胃病 骨折 很不一样 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引 可以保证康复 几年前 在一个特别艰难的夜晚 我妈妈含着眼泪 看着我说 我感到无能为力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够帮助你 我想让一切变得更好 但是我却让他变得更糟了 尽管我自己没有孩子 但是我能够想象 看着你最爱的人痛苦 而不知所措 是多么的可怕 如果角色互换的话 我想 我会不顾一切地帮助他 尽管我的父母 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他们 并没有真正地 起到帮助的作用 他们不知道 自己在和什么打交道 而我那时也完全不懂得 指导他们 我的男朋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当他说错话的时候 我会出力地愤怒 愤怒之后 我又会感到内疚 因为我知道 他只是想帮帮我 这是一个令人筋疲力竭的 恶性循环 以下是我过去经历过的一个 由焦虑引起的典型场景 我歇斯底里地哭着 我说我不能呼吸了 妈妈 这一切超过了我的承受限度 我不想去参加这个派对 我肯定会出丑的 妈妈说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 你会没事的 先试着冷静下来 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个怪物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以后一生都会很痛苦的 我控制不了 妈妈说 什么 克莱尔 你冷静一点 你需要冷静下来 天哪 我把你弄得更伤心了 是吗 上述情况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崩溃 当一个人一直试图压抑焦虑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时刻 所有被压抑的焦虑 会从大脑中爆发出来 这个时候它就会崩溃 我把它比作一条绝地的河流 水流不会停止 直到所有的水都流干 所以崩溃之后 人会感到精疲力竭 而目睹崩溃的过程 也是非常痛苦的 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说 哦 上帝啊 我今晚不能去参加这个晚宴 我想不出任何有趣的话题 你的朋友一定会觉得我很无聊的 我的男友Dan说 你在说什么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我不是无理取闹 你认为我是个疯子是不是 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我再努力理解 宝贝 但是你说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又不是面试 没有人会面试你啊 他们都是好人 为什么你认为他们会关注你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想要帮助心怀恐惧的人 我认为要理解他们问题的方方面面 以及 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思考和感受 这种理解 至关重要 心理疾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指引 它和身体疾病 例如胃病和骨折不一样 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引 可以保证康复 医生只能在 没有具体依据的情况下 提出建议 了解了这些 绝望的你可能会 更加绝望 因此 照顾你的责任就会 主要落到你最亲近的人身上 这可是一件 令人望而却步的差事 当你所爱的人因为不理解你 一次又一次地说错话的时候 你会感到更加沮丧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内疚 因为你知道他们只是想帮忙 最终 什么都没有解决 这种错误的模式将会 一遍遍地重复 康复的时候 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 思考整件事情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想听到什么 所以 如果不告诉他们 我爱的人们 怎么可能帮得了我呢 你觉得 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 有人能够不看图纸 就将衣柜拼装好吗 像我的话 就算是看了安装说明 也拼不上 如果想要事情有所改善 我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 我个人在指导方面的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首先要强调的是 焦虑不是丧失理智 不要通过企图唤醒一个人的理智 来安慰那些处于痛苦当中的焦虑症患者 那必然是无用的 不要试图用理性的方法 来解决非理性的问题 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只能使情况更加糟糕 根据我的经验 患有焦虑症的人 总是在寻找自己的不正常的迹象 我们是训练有素的人类情感探测器 因为我们十分的敏感 如果你认识焦虑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说出类似的话 比如 他认为我很奇怪 我能够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 这很明显 或者 对不起妈妈 你一定是受够了我这个样子 从他们的话语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恐惧和内疚交织在一起 就我个人而言 我害怕那种表情 这是我的一种叫法 它很难表达出来 那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 它曾经让我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简单地说 它是一种对我的注视 仿佛在说 你是孤独的 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当你不健康的时候 你会越发地孤独和敏感 在过去 这种表情我见过很多次了 虽然大家否认 用那样的眼神看待我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感受 是的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 我听起来有些偏执 但是请继续听下去 这并不是在以任何方式 批评我的父母或者是朋友 我无法用言语感激他们 是如何尽力地帮助我的 其实我所认为的那种抛弃的表情 更可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恐惧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而我能够看出来 因此像许多患者一样 我开始隐藏自己的焦虑 我把他们藏起来 不让我的男朋友朋友和父母看到 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他们的眼神 也无法承受那种内疚 内疚于自己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毕竟假装一切都很好 要容易得多啊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当然不一定喜欢 如果这本书能够给你带来启发的话 也请点赞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稍后继续 第34集 如果足够耐心 你也可以称为 射恐治疗师 上集 这两集我们要来解答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 社交恐惧症的朋友或者亲人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首先就是要表现出 百分之百的冷静和自信 这第一点是我需要重点强调的 就算是你吓得屁滚尿流 也请发挥出奥斯卡级别的演技 表现出和你内心感觉 截然相反的沉着冷静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恐慌发作的时候 患者会目睹你的情绪 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 如果你能够冷静下来 就能够帮助他们也冷静下来 如果你表现得很自信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就会让他们感到安心 第二就是让恐慌发生 你不要告诉患者停下来 或者对他大喊 冷静下来 冷静 恐慌已经发生了 需要顺其自然 不要鼓励他们去抗拒 此外 不要表现得专横 强迫他们 快点克服恐惧 只要你保持一个稳定的 坚实的形象 耐心地等待 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 最终总是会平静下来的 当恐慌被大脑接受的时候 他们会消失得更快 第三点就是分散注意力 不 我不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 你要在房间里玩杂耍 或者是厕手番 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只需要做一些事情 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好了 尤其可以尝试一些患者 必须使用脑力参与的活动 这个活动不要太紧张 例如 请问63乘以27等于多少啊 想一想 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比如 你能想到多少男孩的名字 以字母A开头的 这也是分散大脑注意力的好策略 如果正在经历恐慌的人 看到你很专心地思考男孩的名字 那么他们就会 更有可能加入进来 从而分散注意力 幽默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根据我的经验 笑可以中和焦虑 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 所以尝试着 对这种情况开个玩笑 例如 该死的 你的耳朵简直冒出蒸气了 你看起来像一个水壶一样呢 接下来就是帮助恢复 对于焦虑发作和恐慌发作 以下列出的建议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说一说焦虑 当焦虑症发作之后 人们很可能会感到筋疲力尽 因为他们的肾上腺素和情感都消耗尽了 因此你可以帮助他们感觉更舒适 如果你在家 让他们坐在堆满垫子的松软沙发上 给他们调制他们最喜欢的饮料 顺便说一句 热巧克力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还有就是向他们表达爱意 比如说拥抱等等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尽量让他们感觉舒服一些 例如找一家咖啡馆或者是在车里坐上十分钟 你要做的就是找一个让他们感觉到安全的地方 让他们减压 在这个阶段不要去追问他们突然情绪化的原因是什么 这只能使他们更加的不堪其扰 你们只是闲聊 用一些东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比如说电视 音乐等等 我们再来说一说恐慌 当恐慌发作的时候 患者的肾上腺素涌动 身体也同时经历了刺激 因此需要舒展 基本上 我们需要消耗一些能量 因为这样才能够减少心跳加速的症状 如果可能的话 鼓励他们做一些运动 并和他们一起做 一天晚上 我经历了可怕的恐慌发作 爸爸带着我在一月份寒冷的空气中 轻快地散步 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一切都在观察和试验中 但这是他提出的最有用的建议了 当时是晚上十点钟了 但是他并不介意 我们穿上外套 在街上走了十分钟 如果你不能到户外去锻炼 也许可以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跳跃或者跳舞 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但是确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的医生反对 则不建议进行锻炼了 当身上腺素消耗完之后 人们就会感到筋疲力尽 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 那么此时就可以像上面说的 让他们感到舒适 散步之后 我和爸爸一起坐在沙发上看 猫鼠游戏 我们喝了一杯酒 他搂着我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 一个26岁的女人像一个孩子一样 在沙发上拥抱着他的父亲 然而这样做确实很有效 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安慰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感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传统和原始方法的有效性 有时会让你感到惊讶 我在此重申 不要在这个阶段 去用问题轰炸患者 而是让他们减压 当他们的压力减小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询问他们 是否想谈一谈 最后当一切都平静下来 至少几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可以问问对方 是否愿意谈论一下这件事 说实话 心理治疗师在这方面 可能帮助更大一些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能够 理解这个人正在经历的事情 认知行为疗法可以说是 非常有助于缓解焦虑 这一部分可以参考 我们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建议通过心理健康慈善机构 寻求帮助 因为NHS国民健康服务的 等待队伍往往很长 这里我们还可以记住一些 有助于安慰 经历恐慌的人的 使用短语 比如对他们说 记住 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你感到痛苦 但不会发生什么 更糟的事情 没关系的 我就在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 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的 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会放弃你 一步一步来好吗 我知道你希望未雨绸缪 我也知道你的脑子里 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们需要试着活在当下 你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种情况比你想象的更加常见 没有必要感到尴尬或羞愧 我们为什么不玩个游戏呢 反正电视上也没什么好看的 玩一会儿桌游怎么样 等你平静下来 我们再谈谈你的烦恼 那时 我们把它们写下来 一起过一遍 怎么样 好了 以上就是 怎么样去帮助 身边有社交恐惧的朋友或家人 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焦虑和恐惧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35集 如果足够耐心 你也可以称为 射恐治疗师 下集 在上一集 我们说到了 怎么样去帮助身边的射恐患者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来说一说 我们在帮助 社交恐惧症患者 面对恐惧和焦虑的时候 五件不要做的事情 守护者们可能会 犯很多常见的错误 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我想指出其中的 最重要的五个 第一个就是 不要去问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 当我焦虑或者恐慌发作的时候 我连自己的地址都记不住了 那时我的脑子几乎不能思考 因此 不停地问我问题可能会 引发情绪反应 哪怕这个问题普通如 怎么拉 或者 你为什么在发抖 这都会让我感到很取丧 当患者的大脑 不能理性地工作的时候 问问题 会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让他们更有压力 所以尽量避免这样做 还有 不要试图去解决问题 老实说 男人在这一点上 错得更加离谱 抱歉 我打了一张性别歧视牌 这可能是因为 他们没有大姨妈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因为 一杯溅出的茶水而哭泣 你不能解决焦虑 恐慌发作 因为从身体方面上 患者没有任何问题 盲目的建议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如让患者不受干扰地 感受自己的处境 那如果他们哭了 就让他们哭吧 哭泣会让压力更快地释放出去 第二件不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不要恐慌 在我崩溃的时候 我会对周围人的反应 十分的敏感 在两年前 有一次恐慌发作的时候 一位同事对我说 哦我的上帝呀 你疯狂地发抖 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我想我们需要马上叫救护车啊 我不想说太多细节 但是我的回答大概是 去你的 上帝 有这么糟糕吗 我要死了吗 我会不会最终失去理智 被大卸八块 所以作为一个守护者 必须要避免这样一个一犯的错误 如果你的爱人正处于痛苦之中 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到痛苦 然而保持冷静 是至关重要的 你一定要记住 这只是一次恐慌 患者的身体不会受到伤害 我这样说是因为 许多患者错误地认为 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了 你无需担心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这里有一些恐慌发作的时候 我周围的人对我说的话 这些话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恐惧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 哦 上帝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帮不上忙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冷静下来 所以如果你有疑问 就尽量地少说话 简单地拥抱住对方即可 有时候 一个真诚的拥抱 抵得过一切 第三件不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要发脾气 像我们英国人推崇 严厉的爱 我们为自己那颗冷峻坚强的心 感到骄傲 这种心态甚至已经代代相传 在许多方面 这种态度是有效果的 假如是在一个战争年代 我宁愿和一个 踢我屁股的将军在一起 而不是和其他士兵 一起拥抱祈祷 然而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种严苛的态度 不是和焦虑患者相处时 应该持有的态度 诸如 振作起来 不要软弱 直列的短语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你必须要明白 患者本人也 极度渴望地振作起来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该如何去做 这个时候 体贴和耐心 会是更好的选择 最好的安慰 就是简单地说出 我爱你 以及 我知道你很害怕 但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同时还需要注意 恐惧症患者经常会担心 自己成为其他人的负担 因此他们会经常道歉 我就经常这样做 令我的男朋友很郁闷 所以请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可能会多次重复 同样的宽慰化 请把患者当作 记忆只有十分钟的机器人 我知道这很难 但请保持冷静 不要发脾气 第四件不要做的事就是 不要强迫他们思想积极 这个问题很难解释 所以请原谅我的啰嗦 想象一下 你身边的某个人刚刚去世 你自然而然地感到非常的悲伤 然而假设一个朋友说 多看看这件事的好处 或者多想想积极的事情吧 那这种建议会多么的无效 和惹人生气呢 好吧 现在把这个场景应用到恐惧症患者身上 因为当你对他们说同样的话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种感觉 当然 我并不是说丧青之痛和焦虑发作是一回事 但绝望的那种感觉是相似的 他们不能够积极思考 因为第一 他们几乎无法正常地思考 更不用说积极地思考了 第二就是 此时他们的大脑中充满了负面情绪 任何试图战胜这些情绪的努力 都是徒劳的 只能是等待他们 自然地消散 简而言之 在恐惧症患者发作的时候 犀利地指出他们不具有积极思考的能力 就好比用泼水去扑灭油锅里的火焰一样 适得其反 越帮越忙 第五件不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要阻止他们做他们感觉对的事情 这条建议很主观 所以不要机械地照搬 如果你的爱人觉得切掉他的手指感觉很好 那当然要阻止他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 大脑十分的了不起 最终他会选择令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因此不要与大脑的选择作对 像恐慌发作的时候 我一般喜欢坐在走廊的地板上 我知道这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这样坐很舒服 还有就是 让我的男友Dan坐在我的旁边 或者站在厨房里 我可以看到他的地方 而我的狗瑞格比 也经常伏在我的脚边 至少重复五次 我好害怕这句话 或者一边大声读书 一边喝一小杯红酒 这也很奇怪 但是 确实有帮助 Dan最近终于已经适应了以上的项目 在我们的公寓里 这些事完全是正常的了 他承认 他在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他会试着让我坐在沙发上 或者喝点水 但是他现在听从 并且相信我的直觉 这样最好 所以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爱的人 想要做一些 稍微有点反传统的事情 那么就让他们去做吧 不管是在浴缸里哭泣 躺在厨房地板上 还是唱儿歌 不过我说过了 这件事因人而异 所以你需要见机行事 比如说 我不会让他在房子周围 跑来跑去地尖叫 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稳定 也毫无帮助 但与其直接地阻止他们 不如建议一起出去走一走 消耗一下肾上腺素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对于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说 安慰是最为珍贵的 友善的表情和平静的言语 可以创造奇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收听 请大家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人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三十六集 用药物治疗焦虑 真的有用吗 上集 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不是你想要听到的 但是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你无法迫使焦虑奇迹般的离开你的生活 也许你还幻想自己的左耳会突然的消失不见 左耳也好 焦虑也好 它们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凭空的消失 然而 在你陷入深深的绝望之前 让我再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可以和焦虑友好的相处 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种恐惧症会一直是你性格的一部分 但它不再控制你的生活 也不再使你烦恼 这里有很多的方法 诀窍 技巧 都可以帮助你 在继续听下去之前 我需要请你牢记以下的几点 首先你不要觉得丢脸 很多年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焦虑为耻 责备自己软弱 但事实上 焦虑与你的性格强弱无关 它只是一种特质 社交恐惧非常普遍 远超你的想象 程度从轻到重不等 恐惧症不会一夜转好 做好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注意不要只努力几天 就退回去 看电视或者是上网闲逛 虽然上网获取信息 寻求支援确实很吸引人 但是一定要警惕网上那些论坛 对于网上论坛的快速建议就是远离他们 刚被确诊的时候 我十分渴望获取信息与他人联系 但是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加可怕了 某次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去看了网上论坛 天哪 那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可能还在谷歌上输入了 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沮丧 网上论坛有很多方面都有奇效 比如说 查找餐厅的点评 从衬衣上除去油脂的最佳方法等等 但是在心理健康方面 论坛 无法给出有效的建议 其他人可能不同意 但是我十分的笃定这一点 我为何不喜欢论坛 因为那里缺乏探讨焦虑的语境和言语的分寸 当然 言论自由很好 但是语言也会造成伤害 尤其会伤害到一个 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脆弱的灵魂 下面是一个例子 有一个网友叫鲍博 他32岁 他在网上写道 三年前 我第一次经历恐惧 我辞职了 女友离开了我 我一直待在家里 也没有朋友 恐慌毁了我的生活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应该干脆死掉算了 我十分尊重鲍博谈论他烦恼的权利 但是我觉得 他最好还是去向医生 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或者是慈善机构去倾诉 英国焦虑协会和心理健康协会都有求助热线 然而 鲍博写下这段留言在网上流传 被我这样的焦虑症患者读到了 使我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更加的绝望了 现在再看鲍博的信 我发现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已经距离鲍博留言的时间 过去一年半了 这段留言已经年月成就 没有人知道鲍博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他可能已经获得了帮助 现在过着快乐的生活 但是反映他痛苦感受的文字 会永远的留在论坛上 被一个个后来的病友们阅读 我想说的是 论坛可能会摧毁一些人的信念 因为在论坛上没有鼓励 只有成堆的破碎梦想和强烈的药物依赖 甚至有一些网友还在互相比惨 例如 你以为你的生活很狗血吗 那不如看看我的生活 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焦虑爆发的时候 你一定要远离网络论坛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 药物治疗的问题 谈到药物治疗 大家意见不一 有的人愿意吃药 有的人却坚持不能接受 我觉得大家害怕的是 脑海当中僵尸一样的病人形象 幻想着自己穿着白色的病人服 睁大眼睛 张大嘴巴 在病房里走来走去 其实我也不能接受 如此这般的治疗 但是在治疗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于药物治疗 我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 当然 我深知药物治疗的影响 但我也意识到 药物治疗承担了许多 莫须有的罪名 大家既然可以接受 并且随意地服用 止痛药和抗生素 那为何对大脑药物 却如此地抗拒和排斥呢 这一点 是我无法理解的 首先我们应该和医生预约 医生可以给我们建议 更重要的是 他们拥有处方权 可以开出处方药 有时我开玩笑 说我的医生就像是个药贩子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被我逗笑过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稍后继续 第37集 用药物治疗焦虑 真的有用吗 下集 我听到的最常见的问题 或者是担忧是 我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那如果药物上瘾了 该怎么办呢 我相信自己的身体 可以不依靠药物 自行解决目前的问题 这种观点引发了共鸣 我也希望我的身体 在无需服药的情况下 产生更多的血腥素 不仅如此 我还希望我的身体 可以自行地摆脱 偏头痛 希望骨折的手臂 可以自行地痊愈 希望闪电 从我的双眼中 自然地喷射而出 可事实是呢 有些人确实需要一些药物 来辅助控制自身的焦虑症 因此 请尝试一视同仁地 看待抗焦虑的药物 和治疗其他身体疾病的药物吧 那么这些药物 有潜在的副作用吗 当然有 生活总是丢给我们很多问题 但是由于副作用这个词 常会让人联想到 核化学物质和基因突变 因此我们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当你首次服药的时候 你的身体试图适应这种 新摄入的化合物 所带来的变化 这时 我们就会感受到 药物的副作用 大部分人 也包括我自己 仅会经历几天的 药物副作用 而有的人甚至 完全感觉不到 任何的副作用 比如SSRAS 这种新型的抗抑郁药品 学名叫 无抢色暗再摄取抑制剂 它最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了焦虑感的增加 此时你的大脑 对新化学物质感到了恐惧 还有就是 感觉呆滞和劳累 还有恶心 头晕 视线模糊 性欲降低 药物治疗开始的时候 我个人感到情绪激动 而又昏昏欲睡 或者说 两天中 我一直在哭泣和睡觉 过程并不美好 但也不至于令人难以忍受 很难熬吗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最终的治疗结果 值得吗 答案 还是肯定的 关于药物治疗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尝试的第一种药物 不起作用 请不要灰心 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 药物治疗也需要反复的试验 你一定会找到 合适的药物 就如同真理 永远不会缺席一样 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据说曾有 SSRIS使人感到自杀 或者深感沮丧的情况出现 那如果发现这种情况 请立即咨询医生 因为这表明了 药物与您的体质不匹配 这种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但是 您一定要遵医嘱 请注意 通常需要两周时间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 药物的作用 因此 不要期待 一夜之间就能够见到成效 如何控制 可能产生的 短期副作用呢 这是我为大家列出的 一定要做和 一定不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与最亲近的朋友 家人沟通 说明 你可能会经历 药物的副作用 告诉他们 在未来几天 可能需要他们的 耐心和支持 一定要制定好 自己的用药计划 例如 如果你周一至周五工作 我的建议是 周五开始服药 这样周末就可以好好休息 不用担心工作 为了确保疗效 我应该周一 也会请假 一定要确保准备好 足够度过周末的用品 我指的是 柔软的纸巾 舒适的睡衣 外卖菜单 和其他的好东西 例如巧克力 薯片 和无数可供观看的电影 电视节目 或两天之内 吃了差不多 两盒子巧克力 一定要主动地向医生提问 医生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因此请直接地说出 你心中的所有问题和担心 如果有必要 可以约见医生两次 一定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因为我感觉好些了 就提前停止服药 这样做的后果十分的严重 会干扰你的激素和血腥素水平 最后你会感觉比服药之前 更加糟糕 如果你想停止服药 请与医生提前制定好计划 另外就是 一定不要从互联网上购买药物 但凡有问题 请一定要咨询医生 还有就是 一定不要感觉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愧的 我知道这一点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服用药物治疗焦虑症 并不意味着 你有精神病或者疯了 相反 这是非常积极勇敢的举措 另外别人也根本不知道你的事情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请记得一定要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稍后继续 永远不要低估气味的力量 嗅觉是人类最原始的感觉之一 强烈的气味会直接冲击人的大脑深处 因其浓郁的香气和自然的修复能力 精油 在数千年来一直都为人类所使用 但是我对精油的疗效不是很满意 我不相信闻点香气就可以治愈肺炎 但是我确实相信气味会触发情绪反应 例如 你被困在地铁上 而你旁边的人体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你的肠胃因此而翻滚 你感到十分的沮丧和烦恼 又比如说 当你闻到某种气味的时候 思绪会飘到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每次闻到香奈尔五号的香水味时 我都会想起八岁那年 在祖母家玩耍的情景 这味道让我觉得安全快乐 因此 令人愉悦的香气会对身心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你可以在大脑中将某种气味 与平静放松的心情相关联 那么你就为自己创造了一种 具有完美疗效的治愈剂 香薰疗法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我并不是说通过香薰疗法可以阻止精绪 但是这种疗法 确实有其好处 我倾向于睡前在枕头和睡衣上擦一些薰衣草精油 因为现在这种气味 在我的大脑里与睡眠紧密地相连 一栏香是我在泡澡的时候的一种额外的享受 而在一月的黑暗冬季夜晚 当我需要香薰的温柔拥抱时 我就会燃烧乳香 关于香薰这里有个小贴士 以下是放松身心的最佳香薰味道 薰衣草 经典的味道 非常浓郁 令人陶醉 乳香则是朴实而舒适 乳香常在宗教仪式当中使用 玫瑰香被许多人称其为缓解压力的女王 一栏香 水疗中心很受欢迎的味道 非常适合泡澡 天竺葵 令人振奋的味道 早上淋浴的时候可以撒起地 关于睡眠障碍 如果你有睡眠障碍 这里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你 我建议先尝试这些方法 最后再诉诸药物 第一就是热水 理想的方式就是泡一个热水澡 温水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 热水澡相当于令身体感受了一次温暖的拥抱 薰衣草精油 这是已经得到认可的芳香疗法 可以促进身心放松 在睡意上喷洒一些 或者滴几滴到你的洗澡水里面 还有薄荷茶 如果是胃痛让你无法入睡 喝点不喝茶是个好办法 我通常不喝花草茶 但是这种方法确实有效 紧绷和放松肌肉练习 故意紧绷身体的各处肌肉五秒钟 然后再放松 你会获得一波轻松舒适的感觉 还有就是按摩 你可以自己按摩 不需要使用任何高档的按摩油 花几分钟时间 对颈部和下背部肌肉进行充分而有力的按摩 以缓解紧张感 将手机平板电脑或其他的电子产品 留在其他的房间 因为观看在线视频或者浏览互联网 对于入睡是毫无帮助的 还有就是保持规律作息 当我难以入睡的时候 我会坚持作息规律 因为我的身体遵循生物中的规律 例如早上七点起床 晚上十一点上床睡觉 即便是周末 我也是如此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运动 运动会自然地燃烧掉你体内的 肾上腺素 可以起到平衡情绪和提升能量水平的作用 我经常在微博上谈健身 因为我觉得健身对于恢复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健身达人 当然 我也绝不是那种会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健将 但是运动确实是一种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既纯粹又简单的方法 恐惧症患者分泌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比一般人要多 这些激素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无法释放 因此 找到一种自然释放它们并且重新平衡荷尔蒙水平的方法 非常重要 所以说运动对于每个人都有好处 运动是一种真正健康自然的振奋情绪的方式 当然 开始一种新的运动方式之前 请资讯你的医生 为了安全起见 另外呢 请在运动的时候注意饮水 如果你又苗条又是益瘦体质 还要记得多补充一些食物 我在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摄入的卡路里不够 意外地瘦了好几磅呢 毕竟吃蓝莓松饼的最好借口就是 刚刚做完一次锻炼 难道不是吗 现今运动方式多种多样 如果你不喜欢健身房 也可以尝试游泳 团体运动 慢跑 甚至可以在自家客厅里 跟着视频做运动 我就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住在公寓里 有几次我尝试 在客厅里运动 结果楼下的邻居抱怨说 有只大象在践踏天花板 大家尽量做些运动 只要可以提升心率 什么运动方式都好 我每周都会保证三次运动 每次三十分钟以上 运动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助你的大脑 适应心跳加速和呼吸急促 这一点 对于具有恐慌症状的人而言 特别重要 经济发作的时候 我们通常心跳加快 呼吸困难 大脑会导致你相信 这两种症状非常危险 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但是 在运动的时候 这两种症状 却只是十分正常的身体反应 因此 如果你可以使大脑适应这两种情况 那么在遭受攻击的时候 你会更加容易接受这些反应 接受它们 只是肾上腺素升高的正常表现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让它帮助更多的人 稍后继续 第39集 焦虑有生理因素 饮食调节 当然有效 我从未结识过 但是我一向相信 健康饮食的积极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我被诊断出患有焦虑症的时候 我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听那些 要我多吃蔬菜水果 宣扬健康生活方式的讲座 那个时候 我满脑子都是 你快给我那些该死的药丸吧 我觉得鼓吹健康饮食 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这几年来 我逐渐认识到了 饮食的好处 关于健康饮食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我每天早晨都会用 蓝莓 菠菜 苹果 枸杞和奇亚籽 制作混合果汁 制作果汁的时候 你可以把想要 吃的所有东西 都丢进搅拌机里 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简直就实现了 每个懒人的梦想 首先要声明 我绝不主张 只吃沙拉和米饼 我觉得这是一种 十分令人沮丧的 结实方式 然而 有些食物 确实可以增强 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比如三文鱼 它充满了 欧米加三脂肪酸 可以帮助大脑产生 无抢色胺 还有菠菜 富含铭元素 可以帮助调节体内的 皮质醇水平 还有鳄梨 它富含维生素B 可以增强神经系统 我喜欢在吐司上放鳄梨 荷包蛋 和少许黑胡椒 特别好吃 另外就是杏仁 它含有心 心是一种可以保持 均衡情绪的关键营养元素 坦白说 杏仁虽然不是最美味的坚果 但却是一种简单方便的零食 可以随时在手袋里放上一包 还有就是蓝莓 被认为是超级食品 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C 有助于细胞修复 如果可以把蓝莓中的皮质醇 提取出来 那就最完美了 还有就是奇亚子 它富含能量 如果您在借咖啡的话 那么它正好适合你 我不建议你只吃上述 而不吃其他的食物 如果有人想从我手里 拿走披萨或者是奶酪 那我一定会把它击倒在地的 但是如果 你可以把上述的食物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 纳入到你的饮食当中 你的生活 一定会有所不同 我最喜欢的 同时也是做法最简单的 大脑保健食品就是炒三文鱼片 我并不是厨师 所以请不要鄙视我 炒三文鱼片非常简单 用料呢就是 一条三文鱼柳 一个鸡蛋 一汤匙芝麻油 一盒棕色的微波米饭 一包蔬菜 较多的菠菜 一汤匙的酱油 还有几个大虾 和两勺奇亚籽 它的烹饪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将三文鱼放入烤箱当中 在煎锅和炒锅中热油约60秒钟 加入炒蔬菜和菠菜 炒菜的时候 将米饭放在微波炉中 将三文鱼切成小块 然后和大虾一起加入炒菜当中 接下来加入鸡蛋 然后用力地搅拌 因为鸡蛋熟得很快 再加入煮好的微波米饭 最后加入酱油调味 再加入奇亚籽 那恭喜你 这道菜就完成了 如果你已经感到焦虑和压力 尽量在饮食中 要避免以下的食物 第一就是咖啡因 很明显 它会增加我们的心理压力 但是 大多数人都喜欢它 咖啡因会促进肾上腺素的生成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明确地说 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包括咖啡 茶 是的 茶也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很多人并不知道 还有就是能量饮料 还有就是能量饮料 能量饮料能够给你带来能量 但是同时也会令你焦虑 还有就是碳酸饮料 另外呢 低糖碳酸饮料 这个低糖饮料中含有阿斯巴甜 它会耗尽 无强色暗 所以实际低糖饮料 比含糖饮料更加有害 最后就是酒 尤其在一些令人感到压力的 重要活动的前一天晚上 要避免饮酒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记得点赞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 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四十集 治疗焦虑最重要的是 行动起来 除了饮食 我还想提醒大家 一定要积极地行动起来 我希望到了现在 你已经更好地理解了 什么是社交恐惧 并且确定了 前面有哪些建议 适用于你 那么下一步呢 你需要建立一个恢复计划 大部分人都是拖延症患者 会说 哦 我的上帝呀 这主意真棒 我明天就开始尝试吧 但是四个星期过去了 他们仍然什么也没做 我的建议是 你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之前 在你的大脑被其他想法轰炸之前 明天一早 就开始实施你的 恢复计划 我们按照这样的步骤来 首先制定计划 在心理健康方面 在心理健康方面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一切都会 而且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制定一个计划 是一个好主意 它会让你走上正轨 研究表明 懂策略的人 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我的建议是 至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起草你的计划 并且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写上明确的日期 在安排时间的时候 一定要限时一点 第二个步骤就是 预约医生 现在就预约 避免因为退缩导致计划搁置 如果你感到紧张或者情绪化 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 那就直接预约好两次 写一张你身体和情感症状的清单 以帮助你解明恶药的 介绍自己的状况 与医生讨论各种药物选择 关于药物治疗的计划 你可以选择一个周末开始服药 如果你选择药物治疗的话 也许你不会出现副作用 但是最好是做好 万全的准备 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你想自己待几天 他们会清楚发生了什么 并且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帮你度过这个周末 多想想这件事的积极方面 你拥有完美的借口 可以在周末无所事事 这样的机会 一生当中也并不多见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心理治疗 想想什么样的治疗最吸引你 并且在网上做一些研究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专家的建议 那么可以给Mind或者是Exality UK的热线打电话去聊一聊 在我看来 如果你感觉还好 就应该尝试一些暴露疗法的练习 因为这对于社交恐惧症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也有助于你建立自信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运动吗 慢慢地把某种运动 融入每周的日程当中 我相信你每周都可以安排两次半小时的运动 把运动安排记在你的日程本里 仿佛运动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 不可以取消或者是无视它 创建一个音乐播放列表 让自己在锻炼时保持动力 自由放松的时间 同样 和锻炼一样 每周至少安排两个小时的放松时间 我的放松时间是在周二晚上 或者是星期天下午各一个小时 将这个时间段提前告知亲人朋友 以避免打扰 放松时 关掉你的手机 放松时可以做任何事情 读书 看电视 泡澡 关键是 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还有就是饮食 我们之前说了 你一定要做好一个计划 慢慢地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 在我看来 突然戒断它有一些极端 也许效果并不理想 相反 你可以尝试每天减少一些摄入量 开始在饮食中加入 鲑鱼和菠菜 对于这些恢复计划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 以上改变有点难以承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都会变成你生活的常态 你不必一次做完以上的所有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以一个月为限 让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适应新的变化 想想 你花了多少时间看电视或者是上网呢 我相信为了恢复自己的健康 你一定能够找到时间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下一集 稍后继续 第41集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心理疾病就像我们的情绪一样 它一定会有反复 我并不喜欢用复发这个词 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上瘾的状态 然而 重新回归坏习惯的事情却有发生 即使有经验如我 也免不了有时会固态重生 忘记了照顾好自己 不过没关系 认为自己一招战胜的焦虑 就再不可能复发 这是不现实的想法 还是用身体健康来类比吧 你会因为一生中多次感冒而崩溃吗 当然不会 因为感冒很正常 你终究会痊愈 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精神健康 之前的治疗手段 第二次使用还是有效的 而且会更加驾轻就熟 复发并不是健康失败 它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我们在第四章中提到的 焦虑急救箱 在这种情况下 就非常有用 当你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的时候 它会派上用场 你会在短时间内感觉很糟糕 但一旦调整好自己 你就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 让自己再次回到规律的生活中来 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相信你自己的力量 一个好朋友曾经告诉我 生活中能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少之又少 所以 你必须支持你自己 一切终将越来越好 时间和高度的自我接受 帮助我们重新获得 对自己和世界的信心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还有两周就要结婚了 没错 尽管我觉得自己的年龄 还不足以成为别人的妻子 尽管我明确地拒绝成为一个成年人 但是 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已经是一个已婚女人了 现在想起三年前那段可怕的时光 我的心里涌起了奇怪的感觉 当时那个坚信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 自己将失去一切的女孩 看起来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是时间和高度的自我接受 帮助她重新获得了 对自己和世界的信心 我没有改头换面 也没有花一年的时间旅行 去寻找自我 我努力解决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 感到骄傲 我将我的爱和支持 送给所有受到社交焦虑症和恐慌症影响的人 不要放弃 一不一个脚印 艰难的日子会过去的 因为一切终将越来越好 各位听众 本集播交完毕 感谢收听 记得点赞 评论 或者分享转发 你的互动能够帮助这本书被更多人听到 也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下一集 稍后继续 到这一集 这本社交恐惧 如何走出自我排斥的陷阱 就为大家剥剿完毕了 人类的情感和情绪是相通的 评格最近在录制的一本新书 了不起的心理学当中提到了这么一个实验 有心理学家去到一个原始部落 通过影像分析 总结出了人类的六种最基本的情绪表情 后来发现 这六种基本情绪 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的 不同文化的人群 都能够毫不费力地 从表情当中解读出来情绪 这也说明了 人类不管是什么种族 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差异 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相同的相通的 这是刻在人类DNA当中的 与生俱来的东西 这同时也启发了我们 作为一个物种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我所拥有的情绪 你也会有 困扰着你的焦虑 他人也都曾煎熬着体验过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 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而感到难过 自卑 消沉 我们都是在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被命运选中的人 社交恐惧 焦虑 也许真的就像这本书想表达的那样 它就是一个人的特质 是因为你天生敏感 天生就能够更加敏锐地 觉察这个世界的情绪波动 我们要做的就是 正确地看待它 积极地处理它 让它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还记得那个感冒的例子吗 人人都会感冒 有的人体质稍有不同 他们感冒得更加平凡一些 然而只要加强锻炼 增强体质 感冒的次数就会显著地减少 那些恐惧焦虑 就是我们的心理感冒了 我们只是需要正确的方法 来积极地处理它 希望这本书里介绍的那些方法 能够帮助你 早点从这场小感冒中走出来 并且减少以后感冒的次数 我是平哥 新书了不起的心理学 已经上架了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我们下本书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